第六百集 沉寂开启 叮叮当当 剑与剑相碰撞 发出的声音清脆刺耳 这声音以骆千勋为原心 在他四周成员爆发开来 在阳光照射之下 那刀与剑 剑与剑相撞发出的光芒 像从火炉里飞溅的钢花 似乎能啄痛人的双眼 骆千勋用了一招横扫千军 将周围的七人逼散开来 然而不久 那七人又将其合围住 骆千勋眯凤起双眼 看了看合围的七人 他知道这样耗下去可是对自己极为不利的 毕竟对方是七人 而自己只有一人 如果这样打消耗战 自己最终会因为消耗原力过多而落败的 想到这里 骆千勋觉得必须改变战略战术 不能采取与对方集团军作战的方式 而是应该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方式 对敌方各个击破 在战术想好后 骆千勋便决定立即实施 这可得先从对方功力弱的弟子入手 先把这些弟子消灭掉 随后再解决功力稍高一些的弟子 而且在解决掉敌方的一些弟子后 对敌方的士气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这打仗可是不能忽略士气的 像那些以一敌十 甚至以一敌百的队伍 就是因为他们士气高昂 对敌方则士气低落 所以有军事家说过 复战勇气也 有了这个正确的方法 那士气自然高涨了起来 随即骆千勋施展起了凌微秒步 只见他一晃身形 于是出现了一道道残影 众弟子却是争抢着刺杀那残影了 就在他们都觉得自己将对方刺中了 脸上浮现出胜利者的笑容之时 却猛然发现自己这一剑却是刺了个空 他们不由地大惊失色起来 可是等他们还没反应的过来 骆千勋却是充分利用了这肩不容发的时刻 刷刷刺出两剑 只听得两声闷哼 随后是两声啊的惨叫 就见两名弟子身体直直地向后倒去了 他俩可是到死都没能明白过来 自己是怎么被对方刺杀死的 这突然爆发出的两声凄惨的尖叫声 引起了孔家弟子的恐慌 可是等他们还没有来得及从恐慌状态中反应过来 又有两名弟子与之前那两名弟子如出一折般的倒地身亡了 这对于孔家弟子来说 那可是风云突变一般 之前他们可是有七人 这眨眼的功夫却一下子只剩下三人了 感觉围攻起来似乎一下子冷清了许多 当然 刚才倒地身亡的四人都是那至圣境初期的四位弟子 所以他们的死也怨不得别人 只能怨他们功力不济罢了 毕竟在这个世界还是要遵循弱肉强食的法则 至于在这以后再也没有听见有惨叫声 也没有人倒地 倒不是说骆千勋见杀了对方四人 就起了慈悲之心 想给这三人一条生路 当然不可能是这样的 还是那句老话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究其原因 则是因为这三人的功力 那可是比他还要高出一些的呢 再说 自己如果像刚才那样 如法炮制的话 那确实是有些犯傻 因为有些招数 用一下就行了 而自己可是用了两次了 如果还用第三次还灵验的话 那只能说明对方是毫无脑子的粗人 显然眼前的三人不是这样的人物 所以自己再这么用反而会受制于人 这么一来丢命的可不是对方 而是自己了 所以战机是瞬息万变的 得灵活激动地根据变化的情形来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 这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孔大男看着直挺挺地倒在地上的四人 他和其他两人眼里可是满满的震撼 他们对眼前所发生的事 都是难以理解 难以接受 难以相信 这怎么可能的呢 他慕容勋的功力 只是至圣境初期的呀 而眼前被他所杀的四位 可也都是至圣境初期的呀 他们的功力可是相当的 按理说他们之间就是单打独斗 也不至于丧命的呀 可是他在杀这四人时 却如同砍瓜贴菜一般 他这战斗力 那可称得上是逆天的了 他们知道 如果让他们来 他们却是无法做到的 他们可没有这逆天的本事的 而此时的功泽宇 与孔大官也正战得如火如荼的 毕竟功力相差太过于悬殊 所以功泽宇 在与对方交手时 只有招架之功 并无还手之力 不过让人觉得 很是有些诧异的是 尽管他在孔大官的强力攻击之下 已是危险不断 不过孔大官却一直没能伤得了他 其实孔大官也很是疑惑不解 按理说他要解决这功泽宇 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吗 自己完全不用这么拼命卖力的击杀 就应该能解决他的 可现在自己已经尽了全力 可说是使出了浑身解数的了 结果每次似乎应该是一击极重 而每次他都以匪夷所思的 诡异奇绝的招式化解掉了 这就好像空有一身功力 却全然使不上一样 那真是要把人气死了 如果眼前的情形是听别人说起的 孔大官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因为这种情况只有神仙才能做到的 凡人是休想做得出来的 可这是他亲眼所见 而且就是自己在与对方交战 所出现的这么诡异奇绝的方式 孔大官本来想用闪电战 三两下就将对方解决掉 毕竟现在对他来说时间可是最重要的 甚至毫不夸张地说 比生命都还要重要 因为自己得抓紧时间 抢先进入这沉寂里 得到这里面的成绩 那样自己的功力不但能大大的提升 而且能延年益寿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自己不会被自己功力强大的对手所杀 如果所耗的时间过多 等其他弟子来轰抢 那自己能不能得到成绩 那可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就在孔大官心里这么想着的时候 他却是瞥了一眼旁边欺人的战斗 按照他的猜想 那里的战斗应该早早结束才是 可谁知他这一瞥 却让他气得不是鼻子气歪 也不是肚子气爆 而应该是气得要死的程度 他们可是七个人 七个人呢 这七对一那是什么概念 对于修炼者来说 那都应该明白的 而且他们中还有三人的功力 都比那慕容勋强 甚至有一人还强过他两级 这应该是一场没有悬念 最没有争议之战的了 他们七人 那可是能把慕容勋一个人打成肉酱 都做得到的 可是呢 他们打来打去 这七人却打得来只剩下三人了 要是再这样打下去 恐怕这三人都会成为了对方的下酒菜了 这么打可真是打个屁呀 孔大官气愤不过 不由地抱了一句粗口 真是丢你们老母的脸 一群笨蛋 给我杀了他 孔大官大声吼叫道 孔大官这话 可是惊醒了呆愣中的孔大男等人 他们三人都浑身一震 这才醒悟了过来 当即却是挥舞着刀剑 向骆千勋杀了过去 因为孔大官是在处于气急状态下 喊出这么一嗓子的 这声音那可是极具有穿透力的 许多人在听到这一嗓子时 都纷纷跑了过来 在看见第二座沉寂前 发生的这番打动 他的脸上都显露出惊讶的神情 这不是慕容勋与慕容宇吗 他俩的胆也太肥了吧 竟然敢跟孔大官交战 你看孔大官 好像气得不轻的样子 他也许怎么也没想到 这两个小年轻 竟然蔑视他的权威 而且你看到没有 他们八人对付慕容勋两人 现在孔家却倒下了四人 而那俩年轻人 却是屁事都没有啊 哎呀 这慕容宇竟然能与孔大官抗衡的 他的功力不怎么样 可他的战斗力 确实应该达到了恐怖的地步了 众人听到这最后一句话 都不由得浑身一震 似乎浑身发冷一样 这可是大家都没能想到的 也没有去想的 现在听人说起来 也都觉得还真的是这样的 这实在是太恐怖了 其实 公泽宇现在的状况 并不像大家所看见的这样 好像没什么事似的 实际上他的情况很不妙 毕竟两人功力的差距太大了 有如天窃 想要跨过去 确实是无法做到的 再说 他在与孔大官交手时 他还得分出一分心神来 看那沉寂的大门 因为只要他靠近那沉寂的大门 他就成功了 一旦他进入了沉寂 这里面就属于他的世界 其他人都会被平地在外面了 其中当然包括那个孔大官 公泽宇正是在这想法的指导下 在一点一点的往沉寂的大门靠近 不过 对公泽宇的这种想法 孔大官自然是不知道的 在他看来 想要进入沉寂 不花费一些时间 那是完全不可能进去的 而且 就算是你花费了不少的时间 也不一定能进得去 所以 在他看来 公泽宇那是完全在躲避自己 而不是别有企图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 公泽宇总算是得到了一个机会 此时的他 已经快到沉寂的大门了 相距不过是几米远的距离 如果不是与孔大官缠斗 他只需一闪身就到了 机会来了 机会来了 好好把握住啊 西喜在空中边跳 便为公泽宇鼓劲 幸而他的叫喊 除了骆千勋与公泽宇能听见外 其他人都听不见的 忽然 那可是坏事了 坏大事了 你可运起原力 向孔大官 阳公 趁势闪身到大门中央 一掌机向的大门 凹进去的地方 同时 大叫一声 芝麻开门 你就会进去的了 喜喜为公泽宇指点道 骆千勋在听得喜喜的话后 也在朝着公泽宇这边靠近 他是要助公泽宇一臂之力 让公泽宇能腾出身来 好进入那沉寂里 就在他快要接近孔大官时 用复音传话给公泽宇道 你马上闪身躲开 由我来接这一招 公泽宇一听 即刻闪身于沉寂的大门口 照喜喜所说的方法 挥起右手 激向那大门中央的凹处 并说了一声 芝麻开门 这时只见那道大门 挖出一道金光 这道金光刺的众人 忙用手遮挡住各自的眼睛 随后这道金光 将公泽宇笼罩其中 眨眼功夫便消失了 而随着这金光消失的 还有公泽宇 众人都知道 这时的公泽宇 已进入了沉寂之中 再说骆千勋 接住孔大官 这击来的一掌 虽然骆千勋 用尽了全力 可是 由于彼此间的功力差距 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 他在硬生生 接下这一掌时 还是感觉到了 难以承受之中的 不过 这也正是他拖延了 这片刻功夫 才得以使骆千勋 进入了沉寂里 当孔大官看见 公泽宇消失后 不由地 气急败坏的大吼道 可恶 现在 公泽宇 进入了沉寂里 自己也就没有希望了 这公泽宇 是怎么想到 这一点的呢 如果自己能想到的话 那自己也早就进去了 哪还能等得到 公泽宇 他们来呢 这可是上古的沉寂啊 这一次错过了 还想遇到这样的机会 那是不可能的了 而这分明就是 主书的鸭子都飞了呀 怎么能不让人 痛心疾首呢 孔大同 看了看 面容森冷的孔大官 迟疑了一下 最后 还是大着胆子 走上前说道 官少爷 慕容勋不见了 你说什么 孔大官 惯顾了一下 果然没有看见 慕容勋 这下 他可是气得 垂胸顿足了 蠢货笨蛋 还不快去追 把他的人头 拿来见我 是是是 孔大同 那声大吼 才跑来看西齐 看古怪 看猪八戒 打妖怪的 没曾想 却看到了这样的状况 可是大大超出了 他们的意料 慕容宇 这对夫妻 能跟孔家 第一条好汉抗衡 这已经够神奇的了 可是神奇的 还在延续 他俩竟然把 孔大官 抢夺的陈记 给抢走了 这可真让人 惊为天神的了 就在孔大官等人 追杀骆千讯的时候 骆千讯 已经冲进了人群里 他在看见 公泽宇 一掌 击向陈记大门正中时 就立马闪人了 他相信 公泽宇 在喜喜的帮助下 肯定能进入陈记的 而他这时闪人 不得不令人感叹 他在实际的把握上 做到了恰到好处 否则 或早或迟 他都会悲催的 第601集 落入绝境 骆千讯最初的想法是 直接从这奇幻之景中 逃离出去 虽说 这陈记出现了12座 可好些都是假的 而真的 早就被别人给抢占去了 他当然不会 老是想到自己 每每都会 红运当头照 太阳对他笑 毕竟 一个人太过于相信运气 那是会吃亏的 再则说了 他和公泽宇二人 能有一个人获得成绩 这已经可说是 红运当头了 莫非自己还希望 有比这 还更大的红运来吗 所以 他完全没去想自己 能不能得到成绩之类的问题 然而 当骆千讯听了欢欢的话后 却一改初衷 不但没有往陈记外面跑 反而还朝着陈记中心地带跑去了 这陈记可是奇幻之景 由此可见 他的建造者 不只是对时间属性的把握 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 而且 在对空间属性的把握 也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了 因此 这里面 除了有时间属性的成绩 还应该有空间属性的成绩 欢欢在窥知道自己的主人 要往奇幻之景外面跑去时 不由地说道 这可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骆千讯一想 真是啊 我怎么一时糊涂就没有想到呢 难怪听欢欢 那说话的语气 就好像是在对一个 长着鱼木脑袋的人说话一样 因为对方的脑子不开窍 让他气得不行的 当然 骆千讯倒是不认可 自己的脑袋是鱼木脑袋 他可是对自己有一个聪明脑袋 感到很自豪的呢 而他之所以出现现在的这种状况 也只能说是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 所以 在欢欢这么倾庭点水般 一点拨后 自己却是豁然开朗了 骆千讯即可来了个紧急刹车 身子和双手往前摆动了两下 也就杀住了 随后 猛的一转身 滑出一道道残影 往奇幻之景的中心地带跑去了 是的 欢欢说得很对 这奇幻之景 可是上古时代留下来的 建造这座尘寂的大能 他是应该拥有这两种强大属性的 既然这样 他就不可能只留下时间的成绩 而不留下空间的成绩 他应该是两种都留下来才是的 而他留下来的空间属性 那可是与他再适合不过的了 他怎么能失去这天赐良机呢 虽说自己的师父也留下了空间属性的成绩 可那对现在的骆迁勋来说 应该是遥不可及的 因他想找到那成绩 那会经过很漫长的岁月 骆迁勋在奔跑时 一边想着一边感受周围成绩的情况 他看见每座成绩都围了不少的人 可从那围观的状况来看 这些人应该都还没能被成绩所接受 所以都还没有能进入成绩中去 一个个都在绞尽脑汁地进行着尝试 因为对他们来说 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么一处成绩 也许这辈子只能找到这么一处成绩的 如果就这么放弃 那岂不是会遗憾终生了吗 所以他们不只是不见黄河不死心 而是见到了黄河也心不死的 倒是蒋家的第一高手蒋天宇 成功地进入了一座尘寂 这么一来只剩下两座尘寂 还没有弟子进入了 让骆迁勋觉得很是遗憾的是 慕容豪抢占的那座尘寂却是假的 骆迁勋这样奔跑 自然会让他的时速变慢了 渐渐地孔大观几人便追上来了 欢欢却是急得不行 不由地大声叫喊着 快点跑快点跑 他们追上来了 现在你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第一是迅速地进入到尘寂里去 可是即便你找到了空间属性的尘寂 不用想也知道 那里已经被众多弟子围了起来 不要说快速 就是想进去都很难的 他们肯定不会让你一个后来者 轻而易举地进去的 因为你进去了 他们的希望就破灭了 而第二条路就是躲 可是在这地方好像是很难找到能隐藏的地方 所以这条路好像是条死路 欢欢说完 确实很无奈地干咳了两声 一时之间 他也想不出好的办法来让骆迁勋脱身 你这话说了等于是没说 照你这么说 我们现在是深陷绝境之中 只有等死的份了 骆迁勋问道 这欢欢不是挺能的吗 怎么到现在这节骨眼上 他却变得这么无能的了呢 甚至连一点忙也帮不上 还近说些没用的话 你说得很正确 欢欢肯定地点来点头 在得到欢欢这样的肯定后 骆迁勋感觉到 这相当于宣判他的死刑了 当然 他是不会主动引起杀戮的 他得紧力抗争 就算是命运要他这样 他也会遏住命运的咽喉 只是 他对欢欢的这种表现 是极度的失望 甚至还有些愤恨了 骆迁勋真想 像拍苍蝇蚊子一样的 把他给拍死 当然 他是不会这么做的 而这也只不过是 他的一时冲动的想法而已 不管怎么说 自己就是拍死欢欢 也于事无补 反而会对自己很不利的 毕竟 欢欢会尽心尽力帮自己的 前提条件就是 他能帮得上 只是现在 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看来 还真应验了那句老话 靠别人是靠不住 一切都得靠自己 眼下的骆迁勋就是这样 他不能指望着 有谁来解救他 他只有自己解救自己了 突然 骆迁勋然想到了 他跑到了一个解救自己的办法 他跑到了一个较为僻静的地方 迅速地拿出了一颗金刚果 毫不犹豫地塞进了自己的嘴里 现在可是指望他来保命的了 这也让他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值了 毕竟现在真的要自己解救自己 那他就得提升自己的功力 不然的话 他要解救自己 那只能是一句空话 到时孔大官将会对他说 明年的今日就是他的忌智这话的 如果骆迁勋在金刚果的助力下 让自己的功力极大的提升一个阶梯 那样的话 那他要保命还是应该有可能的 吞噬下金刚果后 骆迁勋觉得体内有一股能量 震撼激射 吞天卧日 势极豪雄 那纯正 纯刚 纯阳 纯粹的能量 如银河落九天般 注入自己的体内 他那坚固异常的经脉 似乎也难以承受这么大能量的冲击 那疼痛感 可是他之前从未感受过的 对于出现这样的状况 骆迁勋是有心理准备的 要知道 这可是提升一个阶梯的功力 可不是提升一级两级的功力 如果能量不够强悍 不够纯粹的话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按照一般的规律 在吞噬下金刚果后 都会找一个僻静无人之所在 或者是没人知道的山洞 也就是说 没人来打扰的地方 进入闭关状态 全身心地投入修炼之中 可是 现在的骆迁勋 却是无法做到这样安静的修炼 因为孔大官 他们根本是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的 在这生死抉择的紧要关头 骆迁勋毅然决然地选择吞噬金刚果 因为这是他想活命的唯一抉择 如果他不这样做 那就死定了 将来不管是谁 处在他这境况之下 都会做出这个抉择的 不过 现在的骆迁勋 却面临着一个异常严峻的问题 因为他找不到一处清修之所 甚而至于 他连将自己体内那精纯的能量 也无法进入疏导 让他们就像那盲流一样 到处乱窜 这是因为他这时还得逃跑 在他的功力还没有提升一个阶梯时 他都只能处于这样的一种状况之中的 骆迁勋这么做 把欢欢给吓了一大跳 他这可是在采取一种极端的方式呢 而这种极端的方式 结果将会使得他的身体 因承受不了这么强悍的能量而爆炸的 你这么做 可是会让自己的身体爆炸而亡的呀 欢欢大惊失色道 从他那神情可以看出 他对骆迁勋这么做感到很惊愕 这时 骆迁勋额头上 痘大的汗珠 不住地往下滴落 之前 那红彤彤的脸庞已经煞白 整个人牙关紧咬 好像要将那玉牙咬碎似的 从这可以看出 他这时处于了极度痛苦之中 不过 他仍然在高速地奔跑着 你快想想办法 这种状况之下 骆迁勋已经无法说出话来了 他只能采用赋语传音 与欢欢对话了 同时 他也没有放弃寻找 有能躲藏的地方 虽然这种可能性 已经是不可能 所以 现在就看欢欢 能想出个什么法子来了 欢欢捧住小脑袋 可是认真地想了想 随后说道 有一个办法 你现在 大可不用躲避他们 直接冲最后一座陈寂而去 就是了 你这办法能行吗 骆迁勋问道 刚才他可是否认了 这个办法 因为他到了陈寂那里 还等不到他进入陈寂 恐大官等人 就追杀到了 那样 他可就命丧于此地了 现在 怎么又重拾着 被否定的方法来了呢 莫非欢欢也昏了头吗 骆迁勋虽然心里这么想 可他的脚步 却照欢欢所说的那样 改变了之前的行为轨迹 已经直接冲向了 最后那座沉寂了 欢欢自然知道 骆迁勋心里疑问重重 便解释道 你可别认为 我这是昏了头了 因为现在只有这个办法 才能救得了你了 你在他们追来后 就放开手脚 跟他们干一仗 虽然这对你来说 是不得已而为之 因为你不跟他们打 他们也会跟你打的 只是这么一来 对你可是很有力了 因为你可以 借与他们拼命的机会 释放出你体内 那巨大的能量 我现在帮帮你 让你在这段时间内 减量多地 吸收一些能量 等一下 与他们打起来 会压力小一些的 你要是能进入沉寂 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 那样 你就可以将你体定的能量 锤炼掉 要是还没进去 他们却追了来 那就趁此机会 用这些能量 来对付他们 欢欢说完 小脸蛋又浮现出了 自得之色 因为他能在这关键时刻 想出这么一个妙招来 他可是太有才 太聪明了 骆千勋听了欢欢这番说道 也对这一招很是赞叹 之前 欢欢所说的两条路 基本上是死路 而现在 这两条路 却好像是来了个 咸鱼大翻身 完全变成活路了 而这一切 当然是因为 自己吞食了金刚果的缘故 官商也快看 那慕容勋就在前面 正在朝最后那栋沉寂跑去 这下子 他可是插汁难逃的了 孔大同在看见 骆千勋的身影后 忙向孔大官表公道 好啊 快点追上去 我要把他的女人 先前后杀 让他知道 敢抢我孔大官沉寂 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你们说 慕容宇要是知道了这情况 会不会一头撞死啊 孔大官音质地说道 既然他慕容宇心狠手辣 不但抢去了属于自己的沉寂 还让他在那么多 各大势力弟子面前 很没有面子 不过他孔大官 可不是个忍气吞声的人 既然他慕容宇做得出初一 那么他孔大官就做得十五 而且他还要做得 比他更狠 更霸道 肯定会撞死的 而且他在撞死时 还会把脸蒙住 因为他被羞辱得 难以见人的了 哈哈哈哈 孔大同总算是找到机会 献媚讨好的了 同时他也能将自己 积蓄在心头的那郁闷 倾泻出来 这自然是很令人高兴的事 而这次 有官少爷在一起 来对付着慕容勋 那这可是手到擒来的事吗 当然 如果没有官少爷一起 他们三人 要是想把他拿下 他们还真没有那自信 毕竟刚才的那一番打斗 让他们的自信心很是受挫 因为他的速度 可称得上是神速了 他想逃脱 那是很有可能的 当然 他想杀掉他们三人中的一个 那也是不可能的 第二座陈记里 公泽宇在进入了陈记之后 他却并没有关注着 眼前陈记中的一切 而是在想着 陈记外面的骆千勋 虽说自己成功进来了 你不会有什么危险 可是勋儿呢 他可就处在险境了 孔大官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而勋儿凭借着 至圣境初期的功力 那可完完全全 不是孔大官的对手 这么说来 勋儿他可就 公泽宇不敢再往下想了 此时的他很是懊悔 他恨自己当时 只是想到进入陈记之中 却完全没有想到 他这么做 却是将勋儿推向了死亡 要是勋儿真的死了 那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可是现在的他 却是无法出去了 公泽宇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希望神灵保佑勋儿 让他能逃过这一劫 虽然说 他在心里这么祈祷 可他还是摇了摇头 因为他知道 他这样祈祷 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心安罢了 其实对于勋儿 根本就起不了任何的作用 公泽宇环顾了一下 这座沉寂 他的眉头拧成了一个大哥的 他很是不理解的是 这座沉寂 怎么只能自己一个人进来 而勋儿却进不来 要是勋儿真的出事 他该怎么办呢 喜喜见公泽宇愁眉紧锁 很是痛悔的样子 不由地安慰他道 我知道你很担心骆千勋 不过你的这份担忧 倒是没那必要 你可知道 在骆千勋身边不是还有欢欢在吗 他可是会帮着骆千勋 逃离险境的 他可是星际老人的弟子呢 欢欢就是宁肯自己的命不要 也要让骆千勋活下去的 那丫头鬼点子多得是 你就放心吧 如果实在没办法了 他还可以启用金刚果呀 要说最了解欢欢的人 莫过于喜喜了 之前星际老人与历史老人在一起时 他俩自然也就常在一起 因而对欢欢 那可是知根知底的了 第602集 鬼爵的突破 见喜喜一脸自信的神态 公泽宇的心这才放下来 当然 星际老人对自己的弟子 那肯定是极其看重的 欢欢没有加以阻止 他应该有着自己的小九九 事实上 喜喜说的没有错 欢欢其实已经预想到 这件事的走向了 他当然知道 骆千勋这么做的危险性 而他没有加以阻拦 其用意是想借此 锻炼锻炼骆千勋 这应该是提升 他功力最好的方法 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 那样才能将他的潜能激发出来 使得他发生巨变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骆千勋在无法可想的情况下 把金刚果给吞噬了下去 可是当他转念一想 觉得这办法倒是最好的了 就在骆千勋来到最后一座沉寂前时 却发现这里果然聚集了很多的人 骆千勋稍加打量 却是摇头铠叹 原来这真是不是冤家不巨头 在这最后一座沉寂前的人 居然是自己的仇人 慕容强 从慕容强 站在这群弟子最前面 便可得知 在这里 功力最强悍的 自然是慕容强了 其实 慕容强的功力 只是比慕容豪差一点 他在其他三大势力中 也是很出名的 四大势力中 慕容豪的功力最强悍 其他 孔家 宋家 蒋家的第一条好汉之间的修为 都是半斤八两 都达到了仙宇静的后期 所以 只有慕容家的慕容豪功力最强 达到了半部太古境了 慕容强也是达到了仙宇静的高手了 所以 他在四大势力中 也有着极高的地位 当然 如果他在其他势力的话 就没有人能压他一头的了 而他将是老大 很是风光 只是 在慕容家 他总是被慕容豪给压着 骆先勋如此快速地抵达 使得他一时之间 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众人都把目光 投注在他的身上 只是 众人这一看 却是神情各异了 在场的弟子 有好些是慕容家的 他们自然知道 慕容强与慕容勋是仇人 如今 骆先勋风风火火地直冲过来 他是要做什么呢 是来寻仇 还是来抢夺这沉寂 可是 不管怎么样 都应该是他们所期待的 因为现在的他们 在这里 已然成了这沉寂的坎坷 也就是凑凑热闹罢了 反正这沉寂对他们来说 不但连汤都喝不到一口 就是连洗锅水 也喝不到一口的 不过 他们被边缘化 并不是他们的本意 而是迫不得已 没办法的事 所以 现在有人来搅局 当然令他们十分兴奋与激动 他们真恨不得把这局 搅得乱糟糟的 越乱越好 说不定到那时 他们还可以趁浑水 打爬里 打捞到一些小虾小鱼也好 慕容强也发现了身后的异样 当他回过头来看时 一眼便看见了骆千勋 他刚才还笑意盈盈的脸 却一下子变得阴沉沉的 似乎能拧得出水来了 不由的阴狠的说道 倒别出去 这里可没你什么事 他在这时 能这样强忍心头的仇恨 倒不是他要与他化解仇恨 而是现在主要是想得到成绩 所以不想与慕容勋发生矛盾 这样会搅了这个局 那他可就是空欢喜一场了 看见慕容强这副神态 骆千勋自然能猜测到他的心思 淡淡的一笑道 我的事用不着你管 我怨到哪 那是我的事 这沉寂可没有刻着你慕容强的名字 慕容强在这沉寂之地 可是想着法子 要置骆千勋于死地的 骆千勋现在只是给他添些乱 让他也尝一尝别人给他捣乱是何滋味 就在骆千勋刚到没一会儿 孔大官等人也追杀到了 看着站在那里脸色煞白的骆千勋 他的脸上浮现出邪恶的笑容 想来这么长时间 他跑来跑去地躲他们 应该是跑不动了 才跑到这里来的吧 就在孔大官正想发话时 却是压然发现了这里的沉寂 他的脸上浮现出了十分惊喜的神色 自言自语地道 太好了 原来这沉寂也是金属性的呀 原来他可是一直都在痛惜刚才那沉寂 被公泽宇抢夺去的事 以为自己再也没有希望 在这里能得到沉寂了 却没有想到 他在大费周章的追杀之后 竟然又遇到了一座金属性的沉寂 这可真得好好感谢老天啊 好啊 怎么不跑了呢 不管你跑到哪里 你都休想跑得掉 孔大官一脸骄横地说道 还以为自己了不起的样子 不过是人模狗样罢了 竟然还好意思在这里汪汪地叫 还真是人不要脸 鬼都害怕 骆千勋讥讽道 好似当着众人的面 揭下他的面皮 暴露他的真面目一样 听了骆千勋这番讥讽的话 孔大同的脸色变得黑黑的 他很想驳斥对方的话 可嘴张得大大的 却没有想到词 看他这神情 就好像吃东西咽着时 张大嘴的样子 而在这里的孔家人 他们在看见孔大同这神情时 却是先笑出声来了 因为这里的弟子既多又杂 四大势力的弟子都有 所以有人笑 也不会被人知道的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这是谁在笑 平常时候 这孔大官却是狗杖人士 常常欺辱自家的弟子 大家对他是敢怒而不敢言 现在可以笑笑 出出自己心里 早积下来的这口恶气也好 而且 现在骆千勋 可是将他们不敢说的话 说出来了 可让他们觉得特别的痛快 这边的情景 引起了孔大官的注意 他把头像沉寂的视线收了回来 看了看骆千勋 面露不屑地说道 知道自己跑不掉了吗 如果想活命 就好好来侍候本少爷 如果把本少爷侍候舒服了 本少爷就可免你一死 谁知骆千勋接下来的一番话 却让孔大官愣了一愣 一脸的难以置信 我要与你们痛痛快快厮杀一番 这里的观众多 这样厮杀起来才更有兴趣 怕只怕你那帮狗奴才不经打 骆千勋话音未落 却已是吐起胡落 在孔大同还未回过神来之时 他却已经飞到了孔大同的面前 那挥动的巴掌如疾风骤雨般 扇在了他的脸上 而孔大同也很是配合地摆动着自己的脸 当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而是孔大同在这顿暴揍时 没能反应过来 因而那脸也被骆千勋的巴掌给带动了起来 让众人惊诧的是 当骆千勋的巴掌停下来时 那孔大同的脸还在晃动着 晃动了几下之后 方才停了下来 至于骆千勋这么暴冲而去 是因为他体内暴涨的能量 已让他难以自控 他必须得尽快释放出来 不然他可真的会爆炸了 可就在骆千勋 打了孔大同这疾风骤雨般的巴掌之后 一奇觉古诡的现象却赫然发生了 在场的人在看见这景象时 都傻呆呆的 完全是惊呆的神情 就连停止摇摆的孔大同 也瞪大了那对牛眼 只见空气突然发生了一变 形成了一巨大的漩涡 很像卫星云团的形状 将骆千勋卷在中间 随即便听见骆千勋体内 传出一声响 响声既绵软又刚净 作为修炼者 大家自然知道 这是突破时发出的声响 虽说众人从这响声听出骆千勋要突破了 可他们都不大相信 因为这突破可是在潜心修炼之时 特别怕有外人的打扰了 这是怕走火入魔 这样就会有变异现象发生 不过这却是真实的 因为众人都能感觉到 骆千勋此时从至圣境初期突破到了至圣境的中期了 怎么会有如此怪异的事发生呢 这打人还能突破 当然大家都知道 这种现象也许只有在骆千勋身上能发生 而在他们身上却是不能发生的 哪怕是他们把对方打得死翘翘的 也突破不了的 也正因为如此 他们才如此惊诧莫名的 毕竟这是他们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的事啊 其实连骆千勋自己 也感到很是惊奇 他没想到自己会以这种方式 在这样的场合 在这样的时间就突破了 虽说他知道 自己吃了金刚果后 功力会提升一阶梯 可是对于怎么提升 他一直以为会像之前提升那样子的 却没想到就这样提升了 你不用惊讶了 这是因为你在吞食下金刚果后 你的经脉百穴 乃至于你的身体的各个方面都充盈着能量 你已经成为了能量缘酷 刚才你在挥出巴掌时 让你体内的能量得到了释放 虽然释放的能量很小 可它却打破了你体内能量的格局 促使能量有了一定的流动 这也促使你有所突破了 欢欢见骆千勋很是不解 便将这其中的原理给他做了说明 听了欢欢的解说 骆千勋便也明白了 虽说他的心里还是略略有些吃惊 但脸上仍是冷静的神情 此时他见孔大童正在那呆呆的像木头一样 于是身形抱起使出了鸳鸳连环腿 孔大童却被这几脚踢得倒飞了出去 随着功力的提升 他这脚踢起来更加的狠定霸道 孔大童的功力也是至圣境中期 现在两人功力相同 所以他对付孔大童 那可是予取予求的了 骆千勋要取他的狗命 那还不是如探囊中之物 就在骆千勋踢出这几脚之后 却又发生了古诡奇诀的事 只见骆千勋又一次突破了 由原来的至圣境中期 突破到了至圣境后期了 孔大官从骆千勋那气息中感受到 他又突破了 这可让他也惊奇地睁大了眼 他可是觉得眼前所发生的事 太不可理喻了 他们想要突破 那修炼的时间可是不短的 有时甚至还需要很长时间 如果陷入瓶颈期 那不知道得用多长的时间了 可你看看眼前这骆千勋 打孔大童几巴掌 他就突破一级 踢孔大童几脚 又突破了一级 这前后的时间差还真是短暂呢 面对骆千勋如此神速的突破 他们之前的自信心 可是碎了一地 难以拾起的呀 孔大官深陷入震惊之中 确实难以自拔 乃至于他搞忘了 他们是来追杀骆千勋这事了 好像他们这是来看 骆千勋神体的表演 说实在的 他一直以天才自傲于人 可是与骆千勋相比 自己这哪叫天才 分明就是蠢才嘛 慕容强的震惊 也不亚于孔大官 不过他的心里 却冒出了一个个疑问 莫非这慕容勋 是吞食了金刚果 因为作为修炼者都知道 吞食下金刚果后 功力可是能提升一阶梯的呢 只是让他又有些疑惑的是 他这奇特的突破的方式 却是罕见的 就算是吞食了金刚果 那突破的方式 也不至于这么奇特呀 一时之间 慕容强也有些拿捏不准了 随即将自己 到了嘴边的话 强咽了下去 如果自己说错了 那可是会被大家笑话的了 以后 他可是在众人面前 抬不起头来了 众人在对这奇异的现象 也纷纷议论着 因为他们 可是打从娘胎里出来 还没有听说过这事的 更别说见过与亲历过的了 这慕容勋还是不是人呢 怎么这突破 在他这里就那么容易呢 手一挥脚一踢就能突破 照他这样下去 那哈口气都能突破的了 我别说像他这样突破 我就是能几年 十几年突破一次 我也会觉得很幸福了 可就是这样 我也做不到啊 你们发现没有 他打巴掌踢脚 都是对着孔大同的 莫非孔大同 是突破的催化剂 一名弟子 好像窥破了天机似的 跟大家说道 要是这位弟子平时这么说 大家一定会认为 他是在说傻话 胡话 可是 现在 大家对这不可思议的事 都觉得无解 有人能说出自己的看法来 他们即便不信 也不好驳斥了 有个别的 甚至想着去打他试试 只是他们打不过孔大同 这想法 也只是一时的念想罢了 听了大家猜测的话 欢欢却被逗乐了 都是一些傻瓜蛋二百五 嘿嘿 主人 把那孔大同踢到一边去 也免得惹得众人的议论 骆千勋的唇脚 向下弯出一抹糊度 像一个忍俊不禁的笑 没想到 自己这突破 却让这些人闹出笑话来了 这样倒是挺搞笑的了 于是 便朝孔大同走去 孔大同见骆千勋 朝自己走来 他的眼睛却是越睁越大 同时 骆千勋的形象 也显得越来越高大 虽说骆千勋脸上带着笑 好像很和善的样子 可是这笑容 却让孔大同吓得 瑟瑟发抖 他知道 这笑容背后 绝对掩藏着 不可告人的目的 想到这里 孔大同知道 自己得赶紧撤退 不能让他靠近自己 可是 这时的孔大同 却是心有余 而力不足 因为之前 被骆千勋 那两番折腾后 他现在 可是没办法动他的了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骆千勋 任凭他处置 第603集 硬碰硬的对决 孔大同怎么也没搞懂 自己为什么会这么的不堪一击 不就是挨了几巴掌 被踢了几脚吗 怎么就被打趴下了 连爬都爬不动了 其实这是骆千勋那几脚 踢在了孔大学的学道上了 而这学道却是主管行动的 所以他才动弹不得 骆千勋之所以这么做 其实也是想减少一个对手 这样自己的压力 也会减少一些 你还没有体验过 自由飞翔的感觉吧 现在我就让你体验体验吧 这滋味可是非常奇妙的 骆千勋戏谑地说道 脸上带着轻蔑的神情 孔大同先是发了一架愣 那是他一时 没能领会到骆千勋说话的意思 不过他很快就领会到了 可就在这时 他却随骆千勋飞来的一脚 飞到了空中 像一只扎愣着翅膀的鸟 砸落在了人群中央 啪 就在发出这道声响之后 孔大同竟然仰面八叉地 摔倒在了地上 地面上的灰尘被砸得生腾起来 可就在孔大同落下时 骆千勋的身上 却是接连发出了两道巨大的冲击波 竟然从至圣镜后期 突破到了半步仙羽镜 随即又突破到了仙羽镜的初期 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 他却由一个阶梯上升到了另一个阶梯 这番突破的速度真是恐怖啊 众人心里又冒出一个想法 莫非是在打击时使出的力气越大 其实功力的突破也就越大 所以刚才慕容勋那全力一脚 才使得他一下子两级 而且是跨阶梯的突破 孔大官这时心里也蒙发了 想上去狠狠踢一脚的冲动 他也想看看自己会不会有所突破 别说两阶梯 就是能有一级也不得了了 不过他却极力忍住了 毕竟这孔大同是他孔家的弟子 自己若是出脚去踢 其他势力的弟子连同本家弟子都会说他 这事若是传出去 那他可就没脸见人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孔大同自从做他的小弟以来 那要是狠听他的话的 他说往东他不敢往西 他说往西他不敢往东 而他这么听自己的话 自己别说打他 甚至连骂他都没有骂过 只是这次表现得太不给力了 自己才斥责了他们几句 不过当场的弟子 有孔大官这想法的不在少数 甚至可以说 大家都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孔大官和孔家的弟子 虽然不会用脚踢孔大同 可是其他三大势力的弟子 却不会这样的 他们为了自己能突破 才不会管孔大同的死活呢 好像接下来 大家都用脚去踢孔大同 好像是在举办一个奇怪的仪式 这么一来 孔大同可就很悲催了 当初他还能发出惨叫声 随即有惨叫变成了门哼 再后来却是没有声音了 只是大家在这么一阵踢过去之后 在他们中 却是没有一个人 发生了骆千勋这突破现象 见此情景 孔大官看着被踢成了滚纱后的 蚯蚓式的孔大同 他是又气又恼 又恨又凶 他的眼眸里闪出一道寒光 这慕容勋和慕容宇夫妻俩 今天却似乎是与他 孔大官彻底的敌对上了 让自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 却是两次颜面扫地 不杀慕容勋 不足以凭自己心头的羞愤 我要杀死你 孔大官大声吼叫道 脸上显露出阴毒狠辣之色 那声音如同寒冰版 骆千勋的眉毛往上扬了扬 燕觉得翘脸上 却是泰然之色 出招吧 现在他和孔大官之间 又成了死敌 而要解开这个结 恐怕得刀剑才能解决的了 慕容强一见孔大官 与骆千勋之间摆出的态势 这可是拼命的架势啊 他不由暗自窃喜 这慕容勋还真是脑子短路了 你要是得罪人 也得看看对象是谁啊 这孔大官 你得罪得起的吗 即便你突破了又能怎么样 两人之间的差距 那可不是一般的大 不过这样也好 现在有孔大官与他交手 那就用不着自己出手了 因为要是孔大官 都不能将他解决的话 那自己也是不能解决他的了 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 好了 这事就拜托给孔大官了 而自己大可利用这段时间 好好去参悟陈记 争取能早点进去 自己现在可是得急需提高功力才行的 其他弟子对陈记 也不存在任何奢望 因而他们把所有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了骆千勋 与孔大官的打斗上 孔大官用寒光闪闪的目光紧盯着骆千勋 他的右拳紧握 那强悍的横满之气破空而出 像一面大铜锤朝着骆千勋的面门直接轰来 轰 大家都以为骆千勋会躲避这劲道十足的一击 可是让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 骆千勋不但没躲避 而且还主动挥拳迎了上去 大有与对方力拼的态势 在场的众弟子一见 都认为骆千勋这是不自量力 别的不说 就是当看那手 就可以看出双方有着不可比性 孔大官那手既大又粗壮求使 而骆千勋那双玉手 白嫩细腻 感觉像那豆腐一样 一击就碎了一地 好些人甚至是不忍心看这一幕 毕竟眼前这是一个绝世大美女 这怜香惜玉之心 看来是很多人都具有的 可他们又不得不看 因为他们很想知道 这结果是怎么样的 然而 结果又让在场的众弟子 很难接受的 因为他们眼睁睁地 看见两只拳头轰在了一起 骆千勋 那看似绵软无力 似豆腐般的玉手 却硬生生地 接住了孔大官 那势大力尘的一拳 这一拳 两人是平分秋色 孔大官脸上 可是满满的惊讶 刚才这一对轰 他可是分明地感觉到了 骆千勋的刚力与囚禁 可并不逊于自己的功力 这是怎么回事 虽说骆千勋的功力提升了一个阶梯 从至圣境 一跃而到先与境了 看起来 他与孔大官是处在一个境界 可是 这境界之间 还是有差异的 骆千勋是先与境初期 而自己可是先与境后期 中间存在着两极的差别 再达到这境界 两极差别可是挺大的了 这怎么就打成平手了呢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然而 这可是事实的呀 由不得你不信 这慕容与夫妻俩 到底有什么玄机 怎么显得如此奇鬼玄绝呢 两人功力都远不如自己 可两人都能与自己相抗衡 这可真是奇了怪了 随着体内的能量横溢而出 骆千勋却是觉得 特别的寒暢连离 极客对孔大官的压抑 全然不顾 紧接着一拳便挥了出来 骆千勋朝前迈出坚实的一步 只见白嫩的玉手 有了一层如凝脂般的 乳白色的胶状物 那拳头好似一枚炸弹般 爆炸了的强悍的能量 周围的空气被刺得支离破碎 似柳絮般纷纷落下 而那刚进的力量 直冲孔大官的胸口 孔大官见骆千勋 好像依仗着他 求刚浑厚的能量直欺于他 这可是他受不了的 因为他这么做 分明让这形势发生逆转 在众人看来 骆千勋倒成了进攻防 而自己却成首方了 这怎么能行呢 自己必须得让形势 再次发生逆转才行的 孔大官眼眸里 寒光四射 随即将身子 像陀螺般旋转起来 双手却是按 逆时针的方向旋转 他可是将体内金色的原力 掏空了出来 大有与对方 殊死一搏的架势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以为你接连的突破 就无人能敌了 我今天就要重重惩罚你 让你知道 自大是很致命的 孔大官仍然用冰冷的语气说道 那英俊的脸庞因粪粪而变得有些扭曲了 就在骆千勋的拳头直击到胸口时 孔大官的胸口前 却突然出现了一块金色的盾牌 抵挡住了骆千勋这一拳的攻击 一击未能成功 骆千勋却不见有丝毫受挫的影响 体内的能量长潮般汹涌而出 双手也快速地旋转着 迅击变成虚影 影子上接连不断地冒出结印 可就在这时 他却发现 孔大男两人正想趁他与孔大官交战 腾不出手时 向他发起偷袭 作为修炼之人 大家都喜欢正大光明的打斗 毕竟这样才是功力的比拼 因为功力不济而落败 那也是心甘情愿的 而采用偷袭的方法 却是大家最痛恨的 因为这样太卑鄙无耻 下流龌龊 这可是人品的问题 不过看得出来 孔大男两人本来就是这样的人 他们未达到目的 才不会在乎这一些呢 骆千勋看着这两人偷偷地向自己靠拢 骆千勋 绝艳的脸上显出鄙夷的神情 对于这些卑鄙之人 自然也就是以卑鄙的手段对付之 他也不用去在乎别人怎么说了 骆千勋先手一伸 他的手上便出现了好几枚银针 就在孔大男两人自以为得计 心里暗喜之时 那银针却悉数射向了他两人 孔大男看见骆千勋好像 全身心都用在了对付孔大官上了 根本无暇他顾 便觉得这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 可以投袭了 至于别人会怎么看他 他是无所谓的 特别是他看见孔大官 在察觉到他的做法时 脸上却是带着鼓励的神情 孔大男便更加大胆地敢做了 只要能把这慕容勋给杀了 别人顶多说自己卑鄙无耻 可是这对自己是毫无影响的 不过孔大男还是很小心谨慎的 也在等待着最佳机会 也就是慕容勋使出大招之时 这时孔大男突然从其背后发难 即便他发掘了他俩 等他想办法来对付他俩时 那他使出的大招也就被毁了 无法发挥出应有的威力来 等官少爷的大招攻来时 慕容勋便无法抵挡了 这么一来他都得落败 落个非死即伤的结果 而在他受伤后 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一定会把他给杀掉的 然而在他俩看来很万无一失的妙计 却被无情的现实积得粉碎 可见要把想法变成现实 这是很难的 问题的关键是 这慕容勋好像后脑勺长了眼睛似的 既然能看见从后面 偷偷地靠拢他的他俩 就在孔大男两人准备出手时 却发现眼前有点点亮光闪烁 等他俩发觉是直射他俩 想躲闪时却是已经来不及 因为那些光亮一闪即逝 孔大男暗叫一声 完了 便闭目等死 可是等了一会儿 他却惊讶地发现 他却是一点事也没有 这时他的惊讶 变化为了惊喜 心里感叹道 哦 原来只是虚惊一场啊 可当他把目光转向身边的孔大小时 他惊得张大了嘴巴 他手指着孔大小 结结巴巴地说 你 你身上 都是 真 此时他眼前的孔大小 全身都是真 可以说是变成刺猬了 同时 孔大小也瞪圆了眼 用手也同样结结巴巴地说道 你身上 也都是真 两人在听了对方的话后 都往自己身上看去 果然 他们全身都是真 看着这密密麻麻的真 快吓人的 只是 让他俩疑惑不解的是 他们身上 刺了这么多真 可他们却跟没事人似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两人都将目光投向了正在于孔大官激战的骆千勋 他是怎么把这么多针 刺在他俩身上的呢 而且 还这么不痛不痒的 这是为哪般的呢 不至于是 为了吓他俩一跳 或是阻止他俩 向前靠拢的吗 孔大男动了动身子 他那颗悬着的心 便是放下来了 原来 他可以运转自如的 这一下 可真的没事了 他不由拧着眉头说道 可我没事的呀 那他设那么多针干嘛 孔大小也扭动了一下身子 脸上浮现出欣喜的神情 回道 是想延缓我们向他进攻吧 应该是这样的 他与官少爷急斩正憾 自然腾不出手来对付我俩 所以便扔出银针来想把我俩下退 孔大男点头说道 看来也只有这么解释才说得通 慕容强在那沉寂前 始终进去不得 心里正在烦恼 却听得孔大男与孔大小两人的对话 不由地把头转向这两人 当他看见这两人像两只刺猬一样时 却也是吃了一惊 现在的慕容勋 可不再是之前的慕容勋了 虽说他现在的功力提升到了较高的境界 不过 想用这小小的银针 就将两人这么轻易地杀掉 却也是不易的 不过 他扔这些银针在这两人的身上 不可能仅仅是为了吓唬他们俩 虽说这么做能迟缓一点时间 可也没用啊 看来不会这么简单的 这时 慕容强的脑海里浮现出慕容勋 为慕容倩解毒的情景 第六百零四集 强强联手 见孔大男两人浑身是银针 却是安然无恙 孔大官脸上满是讥讽的神情 对骆千勋戏谑道 你这点雕出小技 拿去下三岁小孩子还行 用来吓唬我们孔家弟子 可是白白浪费了你那些银针 周围的人听了这话 都发出了计较的声音 孔大官这话可是道出了在场之人的心声 慕容勋这就跟踢足球自摆乌龙一样 闹出大笑话来了 谁知 骆千勋在听到这话后 那艳丽的翘脸上 却是绽放开如花般的笑容 眉毛上扬道 你让他们再走几步试试 这时 这些人完全没把骆千勋的银针放在眼里 认为这银针根本就等同于无的 所以对骆千勋的话根本就不在乎 只见孔大男把胸脯拍得啪啪直响 大声说道 别说走 就是跑 又有什么呢 不要说几步 我就是跑回我们孔家去 也没关系的 众人听得这话 轰的一声发出了讥笑的声音 孔大男说完便开始跑起来 可是当他跑出几步后 整个人就好像被定在了原地 不过仍保持着跑的姿势 孔大官一见急了 忙冲着孔大男吼叫道 别停下来 快点跑啊 孔大男像一尊正在跑的雕像一样立在那 不过他还能说话 官少爷 我一身都变得僵硬了 我动不了了 就在这时 骆千勋用手指着孔大男说道 倒下 话音一落就听得砰的一声 孔大男便倒了下去 不过他的身子仍然保持着奔跑的姿势 孔大小一见 却是吓得脸色煞白 他知道孔大男的下场便是他的下场 他可不想死啊 于是他待在原地一动不动 生怕一动就会像孔大男那样 一身变得僵硬 死了都还是那姿势的 孔大官却是紧皱眉头 冲孔大小叫喊道 快走几步 孔大小见孔大官在催促自己 只得慢慢地往前走了几步 可当他走到七步时 他的一身也变得僵硬的了 整个人便僵硬地站在那里 保持着走路的姿势 过了一会儿 骆千勋没喊导演 孔大小却是自己倒了下去 这一下在场的弟子都呆愣住了 连慕容强与孔大官也呆愣住了 他们都对这奇鬼的招数很是不解 这是怎么回事 这银针插在身上没钟 可是一旦走不了几步 整个人就变得僵硬了 随后就这么僵硬地死翘翘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对他们做了些什么手脚 孔大官凶神恶煞地盯着骆千勋说道 这时的骆千勋却是一脸笑嘻嘻的 谁也看不出他就是这么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 你没长眼吗 我做什么你看不见吗 他俩可是跑回老家去等着你了 骆千勋仍然微笑着说道 最后那句幽默的话 却是把周围的弟子给逗笑了 其实骆千勋只是用银针 把这两人的各大穴道给封闭了起来 如果他们在原地站着不走 还死不了 时间久了也就跟个活死人差不多 除了会说话 其他什么都做不了 自然是不能走的了 而只要他俩赶走 那被封闭的穴道便会一个个坏死 于是整个人也会出现循环性死亡 就算是神医来医 也不能让他们死而复活的 刚才两人因为受到了惊吓 便停了下来 不然他俩早就倒地身亡了 骆千勋这讥讽的话语 孔大官却是受不了了 有多少年 没人敢这样对他说话了 而以往那些对他说话的人 都是带着讨好的神情 生怕一个不小心便惹恼他 可眼前这个慕容勋 却好像故意要惹恼他一样 竟然敢说他没长眼 更可恨的是 他还说那两个死人在等着自己 想到这里 孔大官的脸色变得铁青铁青的 熟悉他的人 只要一见到他这脸色 就会吓得浑身瑟瑟发抖 只是眼前的这个慕容勋 显然不熟悉他 所以看见他这脸色时 却仍是之前那副淡定的神态 全境乾坤 孔大官大声地喊出这么一招 只见他缓缓地朝骆天勋推出一拳 却见这拳散发出强横的冲击波 如惊涛骇浪般在空气中汹涌澎湃起来 就在这拳被推进到一半时 那拳头又扩散出刚烈迅猛的气息 眨眼间便是增大了数十倍 像一座小山头似的 以铺天盖地之势朝骆千勋直压下来 思要将骆千勋压在下面 骆千勋紧盯着那向自己奔来 劲道十足的拳头 他也运转起体内的能量 骄喝一声 心朔苍穹 心汗如虎 骆千勋话音刚落 在场的弟子便看见 已浓缩成乳白胶般的原力 倾泻而出 周围的天迅猛地奔向着原力 意识之间将周围的原力完全掏空 骆千勋漂浮在这乳白胶般的原力之上 他身上穿的白色衣服 与身下的乳白胶融为一体 看起来觉得 他是从这乳白色中 冉冉升起的一个仙女 谁都不明白骆千勋这原力有何作用 可就在大家猜想之时 那沉寂的顶部 却出现了奇观的异象 五色交辉 不过这一现象极其短暂 让人来不及察觉 便消失了 没过一会儿 在大家的注视之下 从那乳白胶般的原力里 涌动出六颗璀璨夺目的星星 这些星星很小 只有拇指般大小 不过大家能感觉得到 这星星就跟他从中 涌动出来的乳白胶般的原力一样 是浓缩而成的 这光亮似乎比针尖还锐利 让人不敢与之对视 就在这星光照耀之下 那太阳光似乎消隐了 在大家的眼里 此时此刻便只有这六颗星星 似乎是苍穹里所有的星星 浓缩而成的 即刻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下 六颗璀璨的星星 与那小山般的拳头相撞 还真像那小行星 撞击地球的样子 一股震天架的声音 以相撞点为原点 声速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 随即那爆发出的原力 像狂飙巨蓝般 席卷着近处的一切 只见地面显现出巨大的裂痕 似乎能容纳一个人 而空气中也出现了一个大大的黑洞 众弟子都后退了一仗有余 怕被这原力风暴所席卷进去 只有那已经死翘翘的孔大男 与孔大小被席卷了进去 抛飞到了半空中 幸好他俩都感觉到不惊恐了 所以即便将他俩抛得再高再远 也没有关系的 这一硬碰硬的过招 骆千勋倒没什么感觉 因为此时对他来说 急需将体内的能量释放出来 不然可能会出大问题的 所以他的体内的能量释放的越多 他反倒觉得很痛快的 现在这么做 完全可以说是正合他的胃口 不过他很是理智的 对眼前的局势进行了分析 虽说他现在还能扛得住孔大官的进攻 可自己想要把孔大官除掉 还是不现实的 毕竟不可忽视的是 两人之间功力上的差距 可就在刚才那一对轰之后 他却是发觉到 体内多余的能量已经是用完了 接下来可得消耗自己的能量了 如果这时候要与孔大官比拼能量的消耗 那自己就不如他了 因此他是不能与孔大官死拼到底的 再则说了 这时候他还有一个仇人 正在一边关注着他呢 如果慕容强见孔大官不能取胜 他要是出手 两个对他一个 那他怎么也对付不了的 那结果就可想而知的了 想到这里 骆千勋不禁对欢欢开口道 欢欢 你可以看出 进入这沉寂的方法了吗 欢欢已经飞到沉寂那边去观察 寻找着能进入沉寂的方法 而他现在所要做的 就是与孔大官周旋 争取能坚持到 欢欢找到进入沉寂方法的时候 其实欢欢 自从到这沉寂之时 他就已经在观察这沉寂了 因为他必须得找出 进入沉寂的方法 这样方能让骆千勋从眼前危险的境地中解脱出来 然而让他感到有些头疼的是 这座沉寂与公泽宇进入的那座沉寂相比 却显得更加玄奥一些了 想要找到进去的办法 看来很是困难 这座沉寂很奇鬼骨诀 我怎么找不到进去的办法呢 欢欢很是苦恼地说道 本来他对能找到进入沉寂的方法 是信心满满的 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他到这个时候都还是一头雾水 不知道怎样才能进入这沉寂的 骆千勋一听 心不由往下沉了沉 要是进不了沉寂 这就将意味着 他要与孔大官和慕容强血战到底 这可是他很难做到的 不要急 越急越想不出来 要慢慢想 好好想 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想 骆千勋提醒欢欢道 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得出 越是关键的时候 这头脑越是要保持高度的清醒与冷静 而越是着急 则越是会坏事的 骆千勋这话 无异于醍醐灌顶 欢欢立马让自己变得冷静与清醒 心无旁骛地思考着 他这时就像那紫龟鸟 紫龟夜半游蹄血 不信东风换不回 在这强横的原力冲击波散去之后 骆千勋与孔大官赫然出现在了众弟子面前 众弟子观察到 这两人都没什么损伤 彼此对峙着 只是地面上的两具尸体 让这气氛显得有些阴森而寒冷 望着对面并没有什么损伤的慕容勋 孔大官心里甚是讶异的 这慕容勋的功力 可是比自己都不止弱那么一点两点的 而是要弱很多的呀 可是他怎么能与自己打成平手的呢 他至少应该受到一些伤害 哪怕是很小的伤害 这才说得过去呀 可是现在他却像没事人一样 没道理的呀 看着地上变得僵硬的两具尸体 孔大官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丝伤气 这两个小弟可是到死都紧紧跟随着自己的 虽说他孔大官是个比较冷血的人 可他还是有情感的 只是这些账都应该记在这死女人身上 是他杀死了自己的小弟 让他现在成了孤家寡人了 不过此时的他也不再那么轻视骆千勋了 像这样与他死拼下去 自己也许占不到什么便宜的 当然如果两人硬碰硬 比功力谁强 这是孔大官不怕的 也是他乐意的 可是事情并不是由他在掌控 他说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慕容勋肯定不会这样与自己死拼的 他明知他的功力不如自己 却还要这样与自己死拼 那他可真是傻到家了 所以慕容勋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他肯定会想提他的法子来对付自己的 这法子自然就是他对付孔大男两人 那诡异的银针了 这么多的银针说得好听点 就像天女散花似的 你就是想躲也不可能躲得完的 怎么也会中那么几根的 而这中了他的银针 虽说死不了 可是自己的功力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啊 这时再死拼下去自己不但没有胜算 还很有可能落败 甚至还会有自己不敢想的结局呢 一旁的慕容强从孔大官脸上的迟疑 看出了他此时的心思 知道他已经蒙上了退役 如果这时他再不出面 等孔大官拍屁股走人了 那可就只能由自己一个人来对付慕容勋了 这可是让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于是慕容强静止走出来 朝孔大官拱了拱手说道 孔兄 这慕容勋确实是个很诡异的人 这样的人如果留在这世上 肯定会成为一个害人精 不知会有多少英雄好汉死在他的手下 我想与孔兄联手除掉这个害人精 不知孔兄意下如何 慕容强毕竟混了很多年了 算得上是老奸巨华之人 他之前之所以不露面 是因为他认为孔大官能将骆千勋除掉的 只要能达到目的 他出不出手并不重要 而他却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进入沉寂 可是事情的发展都没有按照他设想的进行 孔大官没能除掉骆千勋 而他也没能进入沉寂里 在这时他觉得还是先跟孔大官联手 一起除掉自己的眼中钉 肉中刺猬好 至于沉寂 反正摆在那里 也没有人能进得去 因为他都没法进去其他弟子 因为他都没法进去 其他弟子更是进不去了 而这时的孔大官正在犹豫之中 自己一出面提联合 他肯定会接受的 因为这慕容勋也是他的仇人 他也恨不得把这女人给杀了 至于别人会怎么看待他俩的这做法 那是别人的事 与自己无关 因为如今能与自己有关的 就是要除掉眼前这慕容勋 他现在就表现出了如此强悍的功力 连孔大官都奈何不了他 那等到以后还得了啊 那时的他俩 与自己可是到了个了 他俩将追杀自己了 第605集 令人失魂的魔音 听了慕容强这话 孔大官脸上显露出不大相信的神色 这慕容勋可是你们慕容家的人啊 你说的不错 他确实是我们慕容家的弟子 不过我与他有杀弟之仇 就是他杀死了我的亲弟弟 我与他不共戴天 慕容强恶狠狠地说道 哦 原来是这样 这女子确实是妖孽 来祸害人间的 在他还未成气候之前 我俩联手将其终灭掉 还真是为民除害呢 孔大官赞同地点了点头 此时的他也是最想杀慕容勋的人 就是这夫妻俩 连手抢走了孔大官到手的陈迹 还把他贴身的几个小弟也给斩杀了 并让自己的颜面一再受辱 让自己都没有脸见人了 刚才之所以犹豫 是怕自己杀不了他 反倒被他所伤 甚至所杀 现在有了这么一个 与自己功力差不多的人当帮手 那要杀掉这慕容勋 自然是没问题的了 众弟子听说慕容强与孔大官 要连连强和 一起来对付眼前 这像仙女一样的女子 自然觉得他俩的做法很不妥 于是都须他俩 人家可是一个弱女子 而这两个却是大男人 功力都比那女子强 都是单打独斗 大家都觉得 有欺负人之嫌 现在可倒好 两人将联手对付这女子 这可真是太让人鄙视的了 骆千勋冷冷地看着两人 狼狈为奸 脸上显露出讥讽的神情 说道 打不过就说打不过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粉了 别把周围众弟子都当成傻瓜 以为大家看不出 你俩是什么货色的吗 群众的眼睛可是血亮的呢 骆千勋 仍然是那副冷气的脸色 人们从他的脸上 根本看不出有变化来的 不过他的心 却是往下沉了又沉 现在自己所对付的这两个人 孔大官是先与静后期 慕容强是先与静中期 而自己只不过是先与静初期 如果自己对付其中一个人 也许还能坚持下去 可是要对付两个人联手 那肯定是对付不了的 不过现在这种情形 即便是对付不了也得硬拼 总不至于束手就擒吧 对于这两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他骆千勋宁愿轰轰烈烈地死去 也不会向他们两个人讨饶的 而且在现在的这情况下 公理正义良心等等都抛到一边去 这倒不是说他骆千勋不想这么做 而是他们两个人先把这些抛之于一边的 既然他们俩不仁 那自己也就不易 既然他俩做得出初一 那自己也就做做十五 总而言之 这都是自己跟他俩学的 所以在接下来对付这两人时 为了保命 自己显然得使毒了 而且他的毒师身份也已经暴露 也用不着藏着掖着 既然他们不怕毒师 那就让他们尝尝毒师的厉害 骆千勋心里这么一想 那颗心又平复了下来 骆千勋那轻蔑与鄙视的目光和话语 慕容强与孔大官听得很是刺耳 两人的脸都变成黑脸的了 只是眼前不管他怎么说到 他俩都会联手除掉他的 不会让他活着从这里离开的 就算你巧舌如簧也没用 眼前这事无论如何都改变不了的 你就等着受死吧 没谁能救得了你 我也保证 要不了多久 你就不会开口说话了 哈哈哈哈 慕容强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 同时也以嘲讽的口吻 对骆千勋说道 他的眼眸里闪射出一道胸利之光 骆千勋冷哼一声 摇了摇头 眉毛里流露出冰冷的寒意 我没去想我会怎么样 我只是在想你会怎么样 倒是恐怕不会说话的人不是我 而是你 骆千勋现在与慕容强之间虽说差那么一击 可是这对他骆千勋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的 也就是说他与慕容强之间没有多大的差距了 在眼前这场生死博弈中 骆千勋能斩杀的人就只能是他了 孔大官听了两人的对话 自然明白眼前这两人还真是仇人 正如人们所说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看来慕容强说慕容强杀了他弟弟一事是真的了 这么说来 他可是比自己的仇还要深得多了 骆千勋倾挪连步 踏空而行 就在他迈动了几步后 从其体内喷发出的原力 如大河掘堤般奔流而下 骆千勋置身其中 让人惊骇的是 刚才还是乳白胶的原力 却变成黑色的原力了 众弟子可是亲眼看见这原力色彩的变化的 在他们看来 这真是一大奇观 因为他们还没看见过原力 在请客间就变化了颜色的 特别是这黑色的原力 是一种什么原力呢 这可叫他们一些人看不懂了 大家只能在心里猜测着 在这些弟子里 自然也就认得这黑色原力的 他们不由地惊骇地叫道 他有黑暗天赋属性啊 众人一听 方才明白过来 这黑色的原力是什么了 然而 让人感到有些奇怪的是 眼前这种黑 却有些黑的不大正常 好像 与黑暗属性有些区别 就像 黑暗属性 发生了变异一样 孔大官却不屑地轻哼了一声 挑虫小技 听孔大官如是说 骆千勋并没有答他的话 只是 他的美眸里 闪过冰冷之色 随即 只见他的双手一前一后 有规律地往前平推着 只见 那黑色的原力 好像受到了一种召唤似的 都纷纷朝他那双玉手巨拢 听任他的指挥 骆千勋将这些黑色原力 平推出去后 双手在他的胸前 挽成了一朵莲花 同时 朝那前方的原力推去 这时 那聚集在一团的原力 却在眨眼之间 变成了一朵黑色的莲花 骆千勋双手握成拳状 只伸出食指 朝着对面的两人指去 只见那黑色莲花 急速旋转着 带动起呼呼的风声 朝着慕容强 与孔大官飞奔而去 黑色的莲花 带着沉重而仓球的劲道 同时 又有着别样的精致 有着极其特殊的 震撼人心的力量 如同看见死神那般恐惧 让人不自觉地 不寒而栗 胆战心惊 在慕容强 与孔大官的眼里 那飞快旋转的黑莲 好似黑色的精灵 不断地发散着黑光 两人感受得到 这能量 对他们来说 太低了 不足以引起他俩的重视 他俩只需轻轻用手一挥 这黑莲 就会被他俩给拍散的 不过 他俩对骆天勋 这看似无用功的做法 很是有些疑惑不解的 显然 在这生死攸关面前 骆天勋不会做这些无聊的事 更不会与他俩开玩笑 那他弄出这些没用的东西来 又是为了什么呢 可是 从骆天勋脸上 却是看不出任何情况来的 他仍然是那冷静的脸色 似乎在他看来 他只是在做他应该做的事 虽说 这两朵黑莲 在旁的弟子眼里 极为恐怖 可是 在他俩眼里 几乎可以达到忽略的程度 不过 当这两朵黑莲 飞抵在他俩眼前时 他俩都决定 把这黑莲击碎 以此来显示自己的生威 同时也措措对方的锐气 孔大官便掌为全 一柄砸魔力剑 便出现在他的手上 阳光下反射出冷冰冰的寒光 那寒光似乎能冰冻住人心 随即他周身喷出一阵烟雾 而当那烟雾聚集在他手上 那两柄砸魔力剑上时 只见那整个剑身 陡然绽放出奇异之光 慕容强见孔大官开始了行动 他自然也不甘落后 几乎是在同一时刻 他的手上也再出现了一柄 青龙掩月刀 一股无助的敬霸之气息 怦然爆发出来 令人身子不由自主地 哆嗦了一下 刷刷刷 霍霍霍 两人的身形矫健似猿猴 孔大官挽起一道道剑花 将那朝着他奔袭而来的黑莲 剁成碎片 而慕容强也挥动着大刀 把那黑莲劈成碎片 可就在他俩 把前面的黑莲消灭后 后面的黑莲 又前赴后继地奔来 两人也不客气 照单全收 五剑挥刀 进入到消灭黑莲的战斗中 不过 在那两人干得热火朝天 不亦乐乎之时 有细心的人便会发现 骆千勋此时的脸上 浮现出一抹诡异的笑容 只见骆千勋双手当空舞着 好像是在舞蹈 而随着他的热舞与敬舞 那黑色的莲花 却是层出不穷 此时 慕容强与孔大怪二人 已经完全转身于 黑莲的世界 不过 两人对此 却是一点也没有慌乱 因为他俩知道 这些黑莲就是再多 也威胁不到他俩的 他俩甚至在心里 暗暗笑道 等我们把这些黑莲 给消灭了 看我们怎么收拾你 就在这时 骆千勋的手里 却是出现了黑色的银针 只见他 手几乎没有什么动作 那些银针 就像极细小的 黑色的闪电 直接射入了那黑莲之中 孔大官 很想不理睬这些黑莲 直接前去击杀骆千勋 因为他是一个 只注重结果 不注重过程的人 如果要给他的 这种方法命名的话 那就可称为 斩首行动 这就好比 斩杀一个人 只要让他的人头落地 那么他的四肢 也就不能起作用的了 眼前的情形是 只要杀了骆千勋 这些黑莲 也就会自动消失 可是 让他有些无奈的是 这些黑莲 似乎知道了他的用意 却是拼命地缠住他 如果他真的 对这些黑莲的攻击 不理不睬 那也是不行的 因为这样的话 他可是会受伤的 所以他觉得 这些黑莲 特别讨厌 特别烦人 他必须得把这些黑莲除掉 才能做出后续的行动 可就在这时 又出现了令人惊讶的一幕 只见骆千勋 把手往空中一伸 那悬天交尾琴 便在他的手上显现 束手一抹 那婉转悠扬的琴声 刹那间传了开来 琴声似大猪小猪落玉盘 又似昆山玉碎凤凰叫 芙蓉剔鹿香兰笑 在这生死关头 突然出现这琴声 使得这气氛很诡异 将喜与悲 哀与乐融为一体 因而给人的感受 很独特奇异 在这婉转悠扬的琴声中 众人的心沉静而自施起来 觉得要弥散在眼前 这诡异的气氛之中 这样的琴声 真可称得上是 仙月飘飘 人间难闻的 众人的心 被这琴声所带动 一个个都好像变了心性 喜怒哀乐 多愁善感 连他们自己 都有些不认识自己了 孔大官与慕容强两人 确实察觉出 这琴声的怪异与不寻常 他的功 主要是想扰乱人的神思 所以 他俩得把这琴声 并出于耳外 不然他俩的心智 都会大受干扰的 然而这琴声 却是太过厉害 他就像极其细小的针 细小到肉眼 都很难以看见的程度 而他的穿透力 却是超强的 似乎没有什么 能阻挡得住 即便他俩运起了 自己的原力来阻挡 可这琴声 却穿透了他们的原力 钻入了他们的耳里 直接抵达他俩的心 两人手上的动作 变得质色起来 他俩使出的每一招 每一事都慢了不止半拍 而是两三拍 好像两人在那做表演 故意把动作放慢 好让观众能看得清楚 看得明白一样 当然 他两人的表现 自然是受到了 琴声影响的结果 哄大官最先 从这失魂状态中解脱出来 他将自己的头猛摇了几下 好像要把头脑里的什么东西 给摇出来似的 其实他这是想把心头的眼魔 驱除出去 而这眼魔不是别的 就是骆千勋弹奏出的琴声 孔大官这时不由地 深深地铠叹 这骆千勋还真是太诡异了 连这样诡异的招数都有 看来这样的人还真难对付呀 虽然孔大官极力想从自己的心里 把这琴声排除出去 可是要想做到完全排除掉 那是做不到的 而他所能做到的 就是极力让自己头脑变得清醒 不让那琴声过多地进入自己的耳里 可是在他旁边的慕容墙 却是显得悲催了 他的功力可是要比孔大官低一级的 所以他没有办法做到 让自己的头脑保持清醒 见慕容墙在那像梦游一样 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孔大官虽很想去唤醒他 不过他这时也是泥菩萨过河 自身难保啊 在这种情况之下 虽说他俩是联手 说的不好听点 就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可总不至于牺牲自己 来成全别人吧 在这个世界 好像只是听人这么说 而真正能做到的 却没有看到过 所以孔大官很是痛心地按骂道 笨蛋 可是就这么让慕容墙 处于昏昏噩噩的状态之中 这自然很衬骆谦勋的心意 他这么一番折腾 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只是自己却不能让他的计谋得逞的 毕竟慕容墙是自己的盟友 如同自己的左膀右臂 要是他被慕容勋给做掉了 那么自己将面临怎样的局面呢 他可绝不允许自己一人与这位女妖搏杀的 所以他将慕容墙 从昏昏噩噩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这也是为了自己 人不为己 那可是天诛地灭的呀 想到这里 孔大官决定 还是极力向慕容墙抛出橄榄枝 或者说是 争取一根救命的稻草 于是 他的体内 汹涌出极其强悍的原力 同时 他在心里高喊着 给我顶住 给我顶住 啪啪啪啪 孔大官当即便伸手 给了慕容墙几击耳光 同时 像叫魂一样的大叫道 醒醒 醒醒 正处于吃不吃 呆不呆状态之中的慕容墙 在这巴掌声声里 总算是被山醒了过来 不过 他的两边脸 却是被孔大官给打得 肿起了老高 整个人看起来 就跟那猪头似的 醒过来的慕容墙 感觉到他的脸上 火烧火燎的痛 他不禁用手摸了摸 可都只能是轻轻地摸 不敢摸中了 毕竟那是真的痛啊 当然他知道 孔大官这么做 是为了拯救自己 所以 自己虽然被他打成了猪头 可还是对他表示感谢 谢谢关少爷出手相救 随后 慕容墙眼里闪出凶光 他要杀人的欲望 从来没有这样强烈过 他不由地 巴压压地 发出了一声爆喝 那手里的大刀 有刚才慢悠悠地晃动 突然变得刀光闪闪的了 他确实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于不知不觉中 中了骆千勋的招了 这慕容墙 还真像是千丈深的深谈 任你怎么看 都看不到底的 所以 对他有什么样的手段与绝技 你是很难知道的 他可真是太复杂了 比这大千世界都还要复杂的 不是吗 你看他 好像是个修炼者 可他却又是个毒师 他除了是毒师 现在又弄出个射人魂魄的招 就似乎像是巫师了 他的手段可是层出不穷的 而且你想都想不到的 真可是千变万化 就在慕容墙爆喝声里 周围的众弟子 才如同从梦中醒来一般 这时 他们投向骆千勋的目光 却是带着敬畏与恐惧 他们不由得心存侥幸地想到 幸好他们只是观众 没能参与到对付骆千勋的行列之中 所以骆千勋也没有对付他们 不然 他们的七魂六魄 可是被骆千勋射了去 不知道被他扔到哪个茅厕里去了 即便有人招魂也招不回来了 那他们可就成了行尸走肉的人了 这多可怕的呀 骆千勋一般都没有使用过这玄天交尾琴 现在因为身陷险境 才决定把自己所有的绝技都使一使 没曾想这玄天交尾琴的效果如此之好 导致他没有意料到的 看来以后可以把这琴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的 见慕容强两人好不容易从琴声中挣脱了出来 骆千勋脸上微微一笑 随后只听得那琴声突然一变 好似一条绳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又好似一条灵蛇在极高的山峰上飞舞盘旋 似乎在飞到顶峰一般 这尖锐的声音使得围观的众人都不由地 用双手将双耳死死地捂住 有些人还像鸵鸟遇难一样一头钻入一缝隙里 屁股翘起老高也不管不顾的了 当然他们这么做不是为了逃命 而是为了能躲避这声音 而那些捂住耳朵的人却惊骇地发现 在这尖锐的琴声引导之下 那些黑莲却是在疯狂地舞蹈 众人只能看得见他们的幻影了 同时他们整齐划一的像赶死队队员一样 专挑孔大官与慕容强两人的重要学位攻击 孔大官两人没曾想到会突然发生这么大的变故 这形势的变化可真是太快了 两人来不及多想赶紧挥舞着刀与剑对付眼前的黑莲 只是这么一来他俩却显得手忙脚乱的了 而至于其他方面他俩却无暇顾及了 忽然只听得争的一声 好像琴弦断裂时发出的声音一般 可就在这声音发出之后 只见围绕在孔大官二人身边的黑色莲花 全都像黑色的炸弹般 哼的一声爆炸开来 砰砰砰砰 这爆炸声就像除夕燃放烟花爆炸般 不过在众人听来 却不像除夕那样的有喜感 反而听起来头皮发麻 脊背发冷 而孔大官与慕容墙那里 却成了黑色的世界 让人看不清那黑色世界里的人 周围的人作为旁观者都看不见 而作为当局者的孔大官二人 自然更是看不见了 在这黑色的世界里 一根根黑色的毒针 再来回地穿梭着 孔大官凭直觉 觉得黑莲所爆发出的黑色烟雾 肯定是很蹊跷的 至于有何蹊跷之处 他当然是不明白了 不过他却提醒自己要小心 因为之前在那黑莲出现之时 他就觉得不简单的 因为骆千勋在这生死决战中 绝不可能与他俩玩游戏的 然而他一直都没有发觉到这蹊跷之处 这让他很是困扰 也很是烦恼 孔大官可是个多阅历 多精力的人 他的直觉往往很准确的 所以他很相信自己的直觉 毕竟之前他就是凭这些直觉 才使得自己多次化险为夷 所以他觉得这一次也是这样的 心里这么一想 自然也就很快付出行动了 他一晃身形 硬从这黑色的世界里脱身而出 立定在远处 有些惊魂的看着慕容勋 这慕容勋所使出的招数 怎么这样的稀奇古怪 诡异无常的呢 连他这样 生平多阅历的人都没有见过的 如果别人要说是他孤陋寡闻 他是绝对不会承认的 他的见识之广 能赶得上他的人可是不多呢 然而他却没有看见过 像骆千勋这样的人 就在孔大官思量着这些的时候 却听得慕容强 发出了一声凄惨的叫声 孔大官暗叫一声不好 随即把头转向慕容强那边 却惊骇地看到 慕容强像恶狗强屎般 扑倒在地 那张着大嘴 啃了一嘴的泥 而他的七窍却是流出了乌黑的血来 那凄惨的模样真是惨不忍睹的 慕容强极力地挣扎着 最后他举起右手 直指着骆千勋 整个脸都扭曲了 显得极其恐怖 说道 你 你 可就在他张开大嘴时 那乌黑的血便从嘴里混合着 啃在嘴里的泥沙 喷吐出来 而那话却是含混不清 无法听得清 骆千勋眉毛往上仰了仰 倾起红唇道 我说过 到时候不能说话的人是你 咦 慕容强在吼叫出这个字后 两个眼珠突然从眼眶里暴突而出 他举着的右手也突然无力地垂下 这一下他可是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当骆千勋看见站在远处 一脸惊悚的孔大观时 不由地轻忽了一声 他竟然能逃过这一大劫 算是他还有一点本事 看来自己还是小看他了 就算他逃过这一劫 可他却是逃不过覆灭的命运 他今天是必死无疑了的 其实这黑色原力 就是他将毒粉掺和在他的混沌原力里 才会变成这样的颜色 而黑莲只不过是个诱饵罢了 因为黑莲并不会对他俩有危害的 可是他俩在对付黑莲时 却会吸收尽毒粉 从而使他俩中毒 随着黑莲的爆炸 这时的毒粉最为浓密 而那为了聚毒的毒针 却在这黑雾里穿行着 结果有一根毒针 刺入了慕容强的死穴 也正是这样 慕容强才倒地而亡 也正是因为有黑莲的掩饰 骆千勋才这么轻易地 将慕容强给解决了 因为他知道 他是怎么也不能与孔大官二人正面作战的 那样他不但难以取胜 而且还很有可能毙命的 所以他只能实施巧技 同时还通过层层铺垫 最后置敌于死地的办法 现在看来 他这么做取得了奇效 孔大官看着变得僵硬了的慕容强的尸体 心里却是生出了一阵的寒意 当他再次把目光投向骆千勋时 却是带着惬意与退意 慕容强的死 对他的打击确实是很大的 使得他对自己都失去了自信 骆千勋自然从孔大官的神态里 看出了他此时的心思 于是开口说道 你的好伙伴慕容强已死 如果你想去找他 那就赶快放马过来吧 听了骆千勋这带着威胁的话 孔大官的脸色比变色龙变得还快 一会儿便变了好几下 最后他咬了咬牙 凶狠地说道 我先放过你 让你多活些时日 日后我会找你算账的 孔大官在说出这狠话后 也不管众人是以什么样的目光看着自己 却一溜烟地逃跑了 那速度可真是像死神追过来一样 众人见孔大官一眨眼 便逃得无影无踪了 并没有嘲笑他逃得快 确实 从眼前的情形来看 孔大官逃走应该是明智的选择 因为这时他可是心无恋战的了 而且在遭受到这接二连三的打击之后 他的自信心也毁成了一片碎地 无法拾得起来的 等大家把目光看向骆千勋时 那里面却是有着惊骇的目光 连孔家第一条好汉都惧怕他 逃之夭夭了 这女子该有多厉害呀 骆千勋的目光朝众人扫视一眼 众人在感受到他的目光时 都不敢与之对视 只是谦卑畏惧的低下头 很明显刚才一战 众人虽不说被吓破了胆 可也被震慑住了 可是骆千勋这时 微微皱起了眉头 自己之前 怎么没有想到这妙招来呢 如果之前对孔大官这么做 事情可就简单多了 今日之战倒是对自己有了一个提醒 以后自己可得多准备一些毒药才是 一旦遇到功力不济之时 用用毒也不是一个好办法 这样还可以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只不过从今以后 自己毒师的身份恐怕天下皆知了 以后谁遇到自己都会有所提防了 绝不会像今天这样 让对方很容易中招的 骆千勋慢慢地向陈记大门走去 其他人都只能向他行注目礼 而不敢与其争抢 要知道孔家第一条好汉 都被吓得逃之夭夭了 而他们还敢往上凑 岂不是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的吗 欢欢看了看一脸冷气的骆千勋 低声地问道 你明知道孔大官中毒了 你为什么还要放他走 却不把他给杀了呢 根据刚才的情形来判断 骆千勋如果下定决心要斩杀孔大官 那是应该能做到的 听了欢欢的话 骆千勋就知道 欢欢是在出题考他 于是回答道 刚才要杀他也许能做得到 可是如果这样那样做的话 孔大官肯定会进行垂死挣扎的 要与我同归于尽 这么一来 我可是很难抵挡的了 也许会落得个非死即伤的下场 明智的选择则是让他回去 就让他中毒身亡 这样自己也就不用大费周章了 他对自己在制毒方面 还是很自信的 他所炼制出的毒药 能解得了的人可是很少的 算你聪明 我可是担心 你会不会放过他呢 欢欢呵呵地笑道 他可是非常赞赏骆千勋的做法 认为他的这种做法 才是最理想的 别说这些 你倒是找到 进入成绩的办法没有 骆千勋眉毛往上扬了扬 不客气地问道 虽说现在 没人跟他争抢这沉寂 可他也得尽早地进入才是 欢欢把头摇得像波朗鼓似的 说道 没有 这座沉寂好像没什么捷径可走 也没什么具体的法子 可能要通过具体的考核 通过以后也许才能进去 听了欢欢这话 骆千勋也觉得有这可能 只是要经过怎么样的考核 是他所不知道的 不过他想既然要考核 那他就得走到沉寂前面才行 可当他走到沉寂的大门前时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那沉寂的大门 却在毫无公罩的情况之下 自动打开了 见到眼前的情景 作为以淡定著称的骆千勋的脸上 也显露出吃惊的神情 怎么回事 难道不经过考验就能进去了吗 当然 他还不至于天真的以为 在沉寂的门 只要有人走到面前 就会自动开启的 因为在此之前 经过这道大门的人 可是不少 而这门却从未打开过 于是他想到 这门是认人的 他认定了自己 是因为自己身上有着空间属性的缘故吧 骆千勋也不去多想 举步便往大门里走去 可当他刚走进大门时 身后便响起砰的一声响 那道大门竟然自动闭合了 可就在大门闭合起来时 外面却是人声鼎沸 之前 当着骆千勋的面 他们有所顾忌 不敢大声说什么 现在骆千勋进入沉寂里了 他们也就可以把憋在心里的话 说出来了 不然这么憋着 还真会憋出病来的呢 我的天哪 这骆千勋太厉害了 连孔家第一条好汉 都被他吓得连滚带爬地逃跑了 紧后见到他 可得笑脸相迎的了 绝对不敢得罪的 那手段不但奇妙高超 还极为诡异 年纪也不大 功力却那么强 而且还会使用毒术 还会使秦记 其他肯定还有 真是神人了 能会那么多啊 还这么漂亮 谁要是娶到他 那可真是 头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呢 听说他有丈夫了 真是太可惜了 这样谁都没机会了 骆千勋在经过这一战后 他的名声如日中天 名文辖尔 成为了异化国的著名人物 第607集 进入成绩之地 孔大官看见十二座陈绩 眨眼间消失了八座 他却还有些暗自高兴的 然而 当他把剩下的四座陈绩看了看时 他真的是想一头撞死了 他多么希望 慕容勋抢去的那座陈绩是假的 那样 自己也就没有那么气愤的了 然而 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那陈绩却是真的 让他气不打一处来的是 慕容宇抢夺去的那座也是真的 可是 让自己气得要吐血而死的是 自己所找到的这两座陈绩 却被别人抢夺去了 而这抢夺去的两人 竟然是一对夫妻 这可真是太没天理了 骆千勋在进入陈绩之后 便惶顾起四周来 第一眼便看见大殿正中那七彩虹 闪耀着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色彩 十分炫目 七彩虹两头高中间低 不过都悬浮在空中 好像一张躺椅 又好像一张鞦韆 人若是或坐或躺在那中间 肯定会觉得这是一个安乐窝 令人十分舒心快乐 不过 这七彩虹闪烁的光芒 却是从中飞溅出的能量 这能量 这强悍 足以令人震撼的 在这空旷的陈绩大殿里 除了悬浮在空中的那七彩虹外 其他的东西似乎都没有了 骆千勋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 想来这七彩虹 应该是这沉寂中的主要成绩了 对于这七彩光芒 骆千勋倒是很熟识的 因为他的空间之力中 就有着这七彩光芒 欢欢在看见那七彩虹后 却是一脸惊讶的神情 双眼紧盯着那七彩虹 好一会儿没有开口说话 等他回过神来后 却用那小小的嫩手 拍了拍骆千勋的尖头 因为他这时 正坐在骆千勋的尖头上 所以那手往下拍了拍 便拍到了骆千勋的尖头了 主人 这东西可是宝贝啊 欢欢伸出那小小的小舌头 上下舔了舔嘴唇 拍着手道 欢欢 这是什么宝贝 骆千勋侧转头 恰好与欢欢的小眼睛相对 于是 两人便大眼瞪小眼 他当然知道 这尘寂里的东西都是宝贝 可是 这宝贝有何用处 以及 如何运用 则是他所不知道的 欢欢把小脑袋摇了摇 不再与骆千勋瞪眼了 于是 开口说道 这是原力机 这座沉寂的主人将他所拥有的空间之力 以及对空间的餐物融合在了这里面 这原力对修炼者极有帮助 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这是对原力的餐物 可是这些餐物你是否能懂得将其转化成为自己的餐物 这可得取决于你悟性的高低了 欢欢 你在哪 欢欢 你听到我说话吗 骆千勋急切地呼喊着欢欢 可是 却没能听见欢欢答应的声音 好像他与欢欢分属于两个世界了 面对这种诡异的现象 骆千勋却并不是很吃惊的 他已经想到了 这时的他可能是到了另一个空间 与欢欢分属两个空间 也就是两个世界 而他 在这个世界呼喊欢欢 而在另一个世界的欢欢 自然是听不见的了 也许还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眼前的一切都是虚幻的所在 就像那海市渗楼一般 自己现在便处在这幻境里 这也使得自己与欢欢分离开来了 对于沉寂 骆千勋还是有一定的心得体会的 因为之前 他可是经过不止一处沉寂的 他知道 在沉寂里必须得镇静 头脑也必须得清醒 好好应对突然出现的一些诡异现象 就在骆千勋思考了这些问题的时候 好像是一步换景 因为他刚迈出一步 眼前却又变成了另外一番景象了 不知不觉间七彩虹出现了 之前 按赤城黄绿青蓝紫排列的七彩虹 这时 却是不断地在变换着排序 骆千勋看了看 觉得这种变换 似乎无规律可循 好像是杂乱无章的样子 然而 就在乱纷纷的变换中 却有一股太古而玄秘的气息散发出来 这乱七八糟的变换 似乎是在诠释着什么 因为 总是能让自己的思想 由眼前飞向遥远的太空或远古的时代 同时 眼前的七彩光 让自己不得不陷落于深深的沉思之中 奇怪的是 虽然眼前的光彩在纷乱复杂的变换着 可是 除此之外 一切似乎都处于静止的状态 甚至连时间也静止了下来 欢欢可是看到 骆千勋走到离袁立基不远处时 却是一脸茫然的样子 随后便像参禅打坐一样 坐了下来 那双眼睛里充满了好奇 不住的环顾着四周 好像自己被隐身或蒸发了一般 不能进入到他的视线之中 他也就根本看不见自己了 欢欢便试着用新的呼唤 让他听见自己之所在 不过 让欢欢感到沮丧的是 他这么做 一点效果都没有 因为 洛千勋一点反应都没有 他不得不紧皱了眉头说道 这个沉寂主人的功力 可是够强悍的呀 竟然 能生生地 将空间 直接割裂开来 自己明明看见主人在那里 却不能与他取得联系 不过 欢欢对于这样的现状 并没有不满 也没有担心 反而他还感觉到很高兴 毕竟 沉寂主人越是厉害 那主人所得到的成绩 就越厉害 这也就是说 主人以后 将成为一个很厉害的角色了 欢欢当然替主人感到高兴的了 现在的欢欢 没什么事可做 他自然也不会跑到别处去 自得其乐 他得跟随在主人的身边 怕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发生 他也好尽力帮助主人 只是这么一来 这日子过得就太无聊了 这可是没办法的事 管他呢 还是躺在主人身边 陪伴着他一起度过这段光阴吧 这段光阴 无疑是很漫长的呢 时间如流水般的流逝着 此时的骆千勋 却是心惧神宁地 注视着眼前的七彩光 每当他感觉到自己毛色顿开时 却忽然发现 自己所看见的 却是很小的存在 小的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全密古傲 而又深度浩渺的空间法规 充溢于他的脑子里 他是心惧神宁 思街千载 巧烟动容 视通万里地参悟着 而且完全达到了无我的境界 感觉到自己也化作一束束 烂漫的光 与眼前 这一束束诡异变换的光 交向灰映 并力图能交汇融合 慕容好等人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 所抢占的沉寂 瞬间化为乌有 一时之间 他们可是感到极度的失望 当他们看见 还剩下的四座沉寂时 有些人不甘心也不死心 便尝试着 要进入这四座沉寂里去 然而 尽管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结果还是瞎子点灯 白费辣 他们根本就进不去的 有个别的弟子 在极度气愤之下 想凭借自己的功力 强行进入 虽之 他所作用于沉寂的力量 沉寂却以加倍的力量 反作用于这人身上 结果 这人却以生命为代价 为自己的鲁莽行为买了单 虽然 大家把各种方法都用上了 所得到的结果 无一例外 都是相同的 大家不得不灰心丧气地 接受这一现实 都抱怨幸运女神 没能降临在自己的头上 让自己白白丧失了 这么一个大好的机会 显然 他们在这里待下去 也是毫无意义的了 只能是白白地浪费时间 于是 他们只能拖着沉重的脚步 离开了这里 慕容家 慕容训等人 在记录室里 密切地关注着各个记录弟子的灯的情况 可当他们看见慕容墙的灯 突然变得暗淡无光了 他们都大吃了一惊 这可是他们慕容家的第二条好汉呢 在那成绩之地 是谁杀了他呢 又有谁的功力如此强悍 竟然能杀得了他呢 他们都纷纷猜测着 觉得肯定其他事里又有了后起之秀 只是还没为他们所知道罢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 这可对慕容家极为不利了 对方的实力在增强 可是他们的实力却在减弱 此消彼长 这差距那可就越来越大了 可就在大家为此事思来想去 不得其果时 慕容豪却回来了 他把成绩之地所发生的事 全部告诉了长老们 因为他是这次成绩之地 慕容家的领队 你刚才说慕容强是被慕容勋所杀 而不是被其他事里的弟子所杀 慕容勋这可是吃惊不晓的 他虽然承认慕容勋的功力也是不错的 可是凭他的功力 想要把慕容强斩杀掉 那可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呢 当然他和舵主都很看重慕容勋 和慕容于两人的前置与资质 相信假以时日 他俩会成为慕容家的栋梁之财 可这一切都得需要一定的时间 可是现在这么短的时间 这慕容勋就能斩杀慕容强了 就算是有奇迹发生 也是不大可能的呀 慕容豪看见大长老 那惊畅莫名的神态 其实他在听到这消息时 他的吃惊可不比大长老的 当时在场弟子很多 各大势力的弟子都有 他们都亲眼目睹了整个事件的全过程 想来这件事很快就会传得家喻户晓 富如皆知了 在这件事情中 可以说是慕容强 咎由自取 我们都知道 他一直想报复慕容勋 杀地之仇的 这次去了成绩之地 他可是把这当作了极佳的机会 起初他想接到杀人 便向其他势力的弟子造谣说 慕容勋与慕容宇两人身上有金刚果 其他势力在得知这情况后 为了得到这宝物 便追杀他们俩 结果他俩没被杀 而其他势力的弟子 反倒被他俩杀了很多 后来在抢夺陈迹时 本来慕容勋在与孔家的第一条好汉 孔大官交战 他却提出与孔大官联手 斩杀慕容勋 结果他反被慕容勋给杀了 慕容豪在回来的途中 就已经想好 讲述这件事的措辞了 他可是很相信自己的眼光 他对慕容勋二人 可是非常看好的 觉得二人将有着光辉灿烂的未来 对于这样的人 自己要把关系搞好了 这对自己是有意无害的 以后他俩功成名就 就将成为泰山北斗级别的人物 到时他俩念及旧情 对他俩稍稍能帮助与扶持 那他就会受益匪浅的了 因此他今后在慕容勋二人面前 是绝不会摆架子 更不会显得很高傲 虽说现在自己在功力上 暂时还能强于他俩 可是当他俩从沉寂中出来后 那可是他俩强于自己的了 所以说实话自己在他俩面前可是没资格 也没有本事高傲和摆资格的 不过慕容勋等人在听了慕容豪的话后 心里的疑问不但没有解除 反而还更大更多了 你是说慕容强与孔大官联手对付慕容勋 那慕容勋又是怎么杀掉慕容强的呢 这个慕容强也太混蛋了 不管怎么说慕容勋也是慕容家的弟子 他怎么能与其他势力的弟子 联手来对付本家的弟子呢 二长老怒不可遏的大声说道 慕容勋二人可是经堕主钦点 为慕容家重点培养的对象了 而慕容强竟然胆大妄为 敢做出这样的事来 真是岂有此理 慕容勋不但杀掉了慕容强 还把孔大官给吓跑了 现在与慕容宇分别在成绩之地 接受成绩 说到这里 慕容豪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慕容大官可是慕家的第一条好汉 在几大势力当中 那也是顶尖高手的呢 竟然会被慕容勋给吓跑了 这要不是从慕容豪的嘴里说出来 他们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几位长老的眼睛 无一例外 瞪得滴溜溜圆 看这神情 无异于是他们听到了生平 从未听到过的最神奇的事 可就在这时 慕容叫走了过来 慕容豪最后说的那话 他可是听见了 当即仰天大笑道 慕容勋这下 可是为我们慕容家 大大的增光了 以后孔家那老东西 可是不敢在我面前张狂了 听了慕容笑的话 几位长老 这才从惊奇中回过神来 他们脸上堆满了笑 忙点头称是 慕容勋这次 可是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来了 以后各大势力 对慕容家 那可是很敬畏的了 第608集 出官再相见 在慕容豪离开后 几位长老便随慕容校 一起到议事堂议室 这次慕容勋二人 在成绩之地 可是大放异彩了 这可是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意料 看来我们之前做出 将他俩作为慕容家重点培养对象的决定 是非常正确的 以后我们慕容家发扬光大 就得靠这两个年轻人了 哈哈哈哈 慕容校可是难得的笑得如此开怀 如此痛快 要知道 他有这样的好心情 可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慕容校的好心情 自然也影响到了几位长老 他们个个都喜笑颜开 这孔家总算是在我们慕容家面前 栽了个大跟头啊 想到他们栽的鼻青脸肿的模样 我就很想笑 更为可喜可贺的是 慕容勋二人在成绩之地接受成绩 等他俩出来后 他俩的功力真不知会强大到何种程度啊 我现在倒是很想看看 骆倩勋二人在切磋战上的精彩表演了 我建议啊 请起我们慕容家的资源来大力培养他俩 我们应该把慕容家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他们俩的身上 如果是在平时 谁若是敢说出这么一番话来 肯定会成为众矢之地 长老们会结成统一战线 一致表示反对 可是现在 大家在听到这建议后 除了表示支持的外 其他长老都没有说什么话 很明显 他们是默认的了 而这项决定 也就表示以后 慕容勋二人在慕容家 将会受到至高无上的待遇了 当然 对于长老们做出的这番决定 还正在接受成绩的骆天勋与公泽宇 自然是不知道的 孔家 孔大官回来后 一直把自己关在了屋子里 像个缩头乌龟一样 不敢把自己的头伸出去 他在屋子里转来转去 像一头拉末的驴 两者都是被迫的 只不过拉末的驴 是主人被迫他这么做的 而逼迫孔大官的 却是那慕容勋 其实 孔大官 在从成绩之地逃出来后 就没有赶走大路 毕竟 大路上的人多 难免会遇到人 到那时 他可真的是只能钻地缝了 所以 他挑了长满荆棘的洋长小道来走 虽说这路很难走 这些荆棘 也似乎在欺负自己 把自己的头脸 划得破破烂烂的 以至于 他回到孔家时 孔家的弟子 都差点没有认出他来 不过 这样 确实没有人遇到他 也就不会那么难堪尴尬了 不过 孔大官回到孔家时 看见本家弟子那怪异的目光 他才猛然想起来 自己可是孔家第一条好汉 这身份来 之前 跟那慕容勋一战 竟然是让自己 把自信心 自尊心 以及自己的身份 都占成了一地的碎片 这可真是惨无人道啊 孔大官在重拾自己的身份后 摆出了之前的威严 同时 以凶狠的眼神 看着那些 向他行注目里的弟子 吓得那些弟子 赶紧把脖子一缩 好像是要挨仔似的 一个个 飞也似的逃走了 孔大官这么转来转去 他的步子渐渐变小 也变慢了 同时 他的眉头 却是拧起了一个大疙瘩 脸上显出了痛苦的形状 原来 他感觉到 自己的身子 有些隐隐作痛 可当他强达起精神 那些个痛 又似乎没有了 一连几日 都是这情形 孔大官并不在意 他把这当作 是自己生气过度的缘故 要知道 他当时 可是被气得吐了血呢 孔大官 在发觉自己的身子 有些异样后 也就不在屋子里 转圈圈了 他决定 还是在屋子里坐着 继续想那些 只差没把他气得要死的事 其实 他是不愿意去想的 可是 他就是难以控制自己的思想 他觉得 他的思想 就像那些处于叛逆期的小青年 你越是不要他这么做 而他却偏偏要那么做 反正 就是要与你对着干 似乎你越是生气 他就越是高兴 孔大官最后 还是拧不过自己的思想 气愤愤地自言自语道 你要想 那好好想 想他个几天几夜 直到想伤了 不想了为止 然而 他并没有想多久 就由本家弟子来传话 说是堕主找他 孔大官一听 脸色发黑 不由地摇了摇头 现在自己可是不想见人 也得见了 孔情柱 可是孔家最先听到这个消息的人 当然 这消息很快 就众所周知了 想封锁也封锁不住的 所以 谁若是说他不知道这消息 一定会被人嘲笑的 只是这么一来 他孔家可是很没面子了 因为孔家第一条好汉 抢夺到的陈记 不但被慕容家 刚入道不久的弟子给抢了去 而且还被对方给吓跑了 这 这 这下子 慕容孝那老东西 不知会高兴成什么样子了 孔情柱怒急 一掌拍在了身边的桌子上 大长老的脸色也泛绿了 显然 也是气得不轻 不过 他却强忍怒气 安慰堕主 孔情柱道 堕主请息怒 等下孔大官来了 我们听听他怎么说 也许事情 不像是传闻的那样吧 说真的 直到现在 大长老对这事 也持怀疑的态度 因为他根本不相信 他们孔家第一条好汉 会败在慕容家的新弟子手上 他相信 这其中 肯定有其他状况发生 他甚至想到 有可能是那个叫慕容勋的 用色诱术 把孔大官迷惑住了 趁孔大官不提防 突然下手得逞了 当然 这也不排除 他使用了其他 不为人所知的 歹毒招数 都是在孔大官 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使出来的 而孔大官 在中了他的招之后 自然会落败了 不然 凭孔大官的功力 他慕容家 就是来十个八个新弟子 也不是孔大官的对手 要说他孔家 对其他弟子的功力 他不那么自信 而孔大官的功力 他可是足够自信的 我赞同大长老的话 我们可以想想 那慕容墙 可是慕容家的弟子 那慕容勋 竟然连本家的弟子 也下得了手 由此可见 其心肠之歹毒 真是没人能比 他肯定是用了 极不正当 极不光彩 极其邪恶的手段 才取胜的 二长老也站起来 随声附和道 孔情柱 听了两位长老这番话 那脸色稍稍变得 有些和缓了 于是 强压住心头的怒火 坐在舵主位置上 直喘着粗气 看来 他心头的怒气 仍是难平 孔大官到来后 如实地将所发生的事 向舵主及长老 一一叙说了 大家在听说后 脸上的神色 都变得十分的凝重 整个大殿里的气氛 也非常的压抑 让人感觉到 呼吸都很困难了 听你这么说 那慕容勋 并没有对你 耍什么手脚 倒是他的功力 太过诡异 在那短短的时间里 从至圣境初期 突破到了 仙语境初期 整整突破了 一个阶梯 而后他失毒 再加上秦记 却是将你给击败了 大长老将孔大官所说的话 选择关键的词语 进行了一番重复 不过 他的目光里 却是满满的不相信 孔大官没说话 而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 而且当时 有那么多弟子亲眼所见 他就是否认 也改变不了这事实的 其实 也得怪我自己 没把他看在眼里 认为他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我要杀他 还不跟那杀小鸡子一样啊 却没想到 那女子刁钻古怪 奸邪脚侠 竟然会使出那么多的手段来 我现在之后回来不及了 二长老把眉头拧起老高 这女子可真是一个女魔头了 不但功力强悍 而且手段多且怪异 让人防不胜防 谁都知道 这一心不可二用 可是 他却不但一心二用 还一心三用了 并且还修炼到了极高的水平 好了 你以后万不可如此大意轻敌 特别是对于女子 尤其得小心低风 只要你吸取这血的教训 以后不再犯这样的错误就行了 这件事你不用去想了 还是好好修炼 很快切磋战便要开始了 而这次交战 却是全凭功力 不许用其他下三滥的手段 希望你在切磋战上 战胜慕容勋 为你挽回面子 为我们孔家 挽回面子 孔情柱语重心长地说道 毕竟孔大官是他们孔家的一块金字招牌 这次切磋战还寄希望于他呢 听了孔情柱这话 孔大官一扫刚才那颓废沮举丧的神情 这一战对自己的打击可真是大 连这么重大的事他都搞忘了 他相信在这切磋战上 他一定会为自己也为孔家找回颜面来的 是的 我一定会做到 孔大官答道 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 随即恭着身往门外退去 可是当他退到门口时 他刚想转身 那脸色却突然发生了变化 由煞白变得乌黑 随后狂吐出一口黑血 就在孔大官吐出那一口黑血之后 就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 好像他不是在吐血 而是在吐血 而且是持续不断地吐着 很快地地上便出现了一大滩黑血 孔情柱及几位长老对着突然的变故 却是毫无思想准备 他们都傻呆呆地看着孔大官吐血 直到孔大官直直地朝前倒下去时 他们方才醒悟过来 大官 几位长老赶紧跑了过去 瞻眼间三个月的时间便过去了 而那紧闭着的沉寂的大门也随时打开了 从大门里面走出来的骆千勋 三个月来 低缕阳光照射在他的身上的时候 那艳丽的脸庞上浮现出绝美的笑容 这次来到成绩之地 虽说收获多多 不过对他来说 收获最多的却是这成绩了 他可是通过自己的艰辛 达到了欢欢所说的空间属性领悟的第一重天 虽说这还是最基本的领悟 可就是这样 对他来说 那可是化勇为谍了 现在的他 对空间属性的理解 确实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了 要知道 在各种天赋属性之中 时间与空间 这两种属性 那可是最难领悟的 所以 自己现在能有这般领悟 实属不易了 空间之力 确实是威力无穷 骆千勋看着眼前奇幻之景的建筑 不由散叹出声道 在领悟达到了第一重天后 他对眼前空间的布局 与格式的理解 不管是深度 难度 广度 都有了一些的了解 轻儿 你也出来了 骆千勋听见了公泽宇 那浑厚低沉 而富有雌性的声音 骆千勋很是惊喜地 朝发声处望去 却看见公泽宇 身形如闪电般 朝着自己飘飞过来 那英俊无仇的脸上 满是欢喜的神情 爷 骆千勋欢笑着叫道 这三个月来 只顾着埋头参悟 倒是忘了两人之间的 儿女情长了 公泽宇张开双臂 将骆千勋拥抱在怀里 见你没事 我可就放心了 他要担心死自己的勋儿了 在他走出沉寂时 却没能看见勋儿的身影 他的心便秃得往下一沉 他知道 勋儿如果没事 是不会离开他 于是他把希望 放在了这三座沉寂上 他是多么希望 勋儿是在沉寂中 接受沉寂 才没有到他的沉寂外 等自己啊 可是 当他看了两座沉寂后 仍然没有看见他的勋儿 他的心便悬浮在了半空中 他不住地在心里念叨着 勋儿一定在最后一座沉寂里 勋儿一定在最后一座沉寂里 似乎他这么不住地念叨 勋儿就会在这沉寂里一样 结果 令公泽宇喜出望外的是 他来到第三座沉寂时 却是一眼便看见了他的勋儿 怎么不叫他欢喜若狂呢 于是他很是惊喜地叫了出来 洛倩寻把脑袋 靠在公泽宇的肩膀上 这是他避风的港湾 这是他依偎的大山 他觉得他是多么的幸福啊 他用他的那双柔体 环抱着公泽宇的腰身 温声细语地说道 为了你 我不能让自己有事的 你是怎么从孔大官手上逃脱的 公泽宇不由地开口问道 他很想知道 勋儿是怎么脱身的 不是我逃脱了 而是孔大官中毒 吓得跑回孔家去了 慕容强死在我的手上了 洛倩寻简略地 把事情的结果告知了公泽宇 随后与公泽宇食指相扣 真爱便在这之间传递着 洛倩寻拉着公泽宇往前走去 现在他俩已经从沉寂中出来了 再在这里待下去 确实没什么意义了 是时候离开这里了 公泽宇自然知道洛倩寻的意思 也便与他步调一致地朝前走去 若此时有旁人看见 肯定会为两人心心相印 而大家赞赏的 第609集 许你一事安好 公泽宇脸上显露出一丝吃惊的神色 问道 你对他们使得毒 他自然知道 勋儿作为毒师 吃毒那可是他的拿手好戏 虽然他在他的面前显露的只是解毒的一面 而他又怎么会不知道他失毒的厉害呢 能解毒之人 却是比会下毒之人还会下毒的 再说勋儿 在医与毒数两方面可都是有极高的造诣 就算是比他修为高很多的人 想要应付得了他下的毒 那也是很难很难的 骆千勋嗡了一声 随后点了点头 孔大官可是吸入了不少的毒粉 现在他身上的毒应该是发作了 至于慕容强 在吸入了毒粉之后 又中了我的银针 当场丧命了 除掉了这么一个 视我们为仇人的人 我们在慕容家可就清静了 我的勋儿可真了不起啊 公泽宇翘翘起大拇指 并且由衷地感叹道 勋儿这么干脆利落地 将两位高手给解决掉 可是让他觉得压力山大了 骆千勋却是感觉出 公泽宇在自己给自己施加压力 他却不好挑明 因为这要是挑明了 宇的压力不但不会减小 反倒会增大的 所以不说还更好一些 他相信宇能把压力变成动力的 哦 我还差点忘了问你了 你在沉寂中得到的是什么成绩 骆千勋脸上带着好奇的神情问道 是时间原力机 那你呢 你得到的是什么成绩啊 公泽宇答后 又反问骆千勋 他望向骆千勋的眼眸里 满是爱你 骆千勋很是幸福地 接受着公泽宇的爱你 脸上浮现出甜蜜的笑容 同时像小鸟依人般 依偎在了公泽宇的肩头上 边走边回答 我是空间原力机 我觉得 这四座沉寂里 都应该是原力机 只是属性各自不一样罢了 这时的沉寂静悄悄 女来时的热闹 分属两个极端 不过 他俩却是很喜欢这样的禁忌 因为 没有别人打扰 他俩可以静平地 倾诉忠常 当俩人再次走到了城的中央时 之前的陌生感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熟悉感 看来 他俩是融入了这座城市 也可说是融入这个世界了 娘子 为夫今日请你到酒楼吃顿饭 以表为夫的爱意 不知夫人以下如何 公泽宇在看见一座酒楼时 便模仿戏里人物的口吻 向骆千勋说道 同时还微微拱着腰身 一只手放在背后 一只手在身前一滑 很是绅士地 为他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骆千勋看见公泽宇 那滑稽的模样 不由地奄然一笑道 同时 为了配合公泽宇的表演 也以戏中人物的口吻回道 好啊 夫君 为妻一切听夫君的安排 骆千勋话音一落 两人都不由地相视而笑 来到这个世界后 两人都深切地感受到 对他俩来说 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虽说他俩在轩辕大陆 是顶尖高手 可是在这异化世界 他俩的功力 却是最底层的 所以他俩为了提升功力 抓紧一切时间进行修炼 一直都没有空闲时间 加之后来 慕容强把他俩当作仇人 必欲除之而后快 他俩也就更加不敢松懈修炼了 现在他俩的功力 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而且还除掉了慕容强 他们也就有了 这么难得的空闲时间 所以到酒楼 自己为自己庆祝一番 当两人走上酒楼时 刚才还人声鼎飞的酒楼 却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了 酒楼里的人 都向他俩行注目礼 骆千勋二人 倒是没去管这些 手牵着手 走进了一个包厢里 可就在他俩走进包厢里后 那酒楼又变得人声鼎飞了 你们知道 刚才走进来的两位是谁吗 告诉你们吧 他俩的名字 可是如雷贯耳的 一个叫慕容勋 一个叫慕容宇 一个人压低着嗓子 向同桌的人说道 不过 由于兴奋与激动 他俩 未能很好地 把嗓衣压下去 所以那声音周围的人都能听得见 是吗 不过我听别人描述 也觉得很像的 向来是得到了成绩 到这酒楼上来庆祝一番的吧 这两人可了不起了 之前大家都说 宋青凤多么多么了不起 如果把他跟慕容勋相比 那可是被比下去了 别的桌一个笑着说道 男人们的话题总是离不开女人 特别是像仙女一样的女人 那更是为男人们津津乐道的 兄弟说得对啊 我们可是君子所见略同啊 那宋青凤票是漂亮 不过却显得妖媚 像个狐狸精似的 而这慕容勋不但比他漂亮 而且还那么端庄贤熟 简直就是个仙女 可怨官而不可泄完烟啊 骆千勋和公泽宇虽然进了包厢 可凭他俩的听力 楼下众人的谈论 那自然是听得清清楚楚的 不过他俩对大家的这些谈论 是不会在意的 更不会出面加以制止 他们既然愿意谈论 那就让他们谈论好了 何况他们这些谈论 对自己无关痛痒呢 之前在这异化世界的皇城中 有一机构 对谁是异化国美女冠军 私下进行了调查 调查的结果却是宋青凤 绝大多数男人都把他当作是梦中情人 因为他除了美貌外 还是宋家的第一条好汉 像这样既貌美又武功高强的女子 理所当然是男人们的理想对象了 不过 异化国的人都知道他功力强悍 即便有人对他动了歪心思 也不敢对他怎么样的 也就是说 有那个贼心 没有那个贼胆 因为你要是去招惹他 那他肯定会让你死得很扭曲 死得很难看的 而这次在成绩之地 宋青凤自然是不会落下的 只是那时 各自都把精力与注意力 集中在了争抢成绩上 而且他很快就陷入了追杀之中 所以也不知这宋青凤是否得到了成绩 娘子 你可真是魅力无极限呢 现在你可是异化国美女冠军了 功泽宇调侃派骆迁勋道 在他的心里 没有人能比他的勋而美 这倒不是说情人眼里除西施 因为在现实中也确实是这样的 骆迁勋邪逆着功泽宇道 你是不是很没有安全感呢 说不定哪天 我可就飞走了 功泽宇当然知道 骆迁勋这是在说笑 不过他的心还是颤抖了一下 可他还是装出很害怕的样子 拉着骆迁勋那柔腻的小手 把他拉过来 随即紧紧地抱着他 说道 是啊 我就是感到很不安全 我要紧紧地拥抱着你 让你想飞都飞不了 骆迁勋没有想到 功泽宇会有如此大胆的举动 虽说是在包厢 而且门也是关着的 不过骆迁勋还是觉得有些害臊 那绝美的脸蛋 哼的一下 变像是红透了的小苹果 毕竟这是在酒楼 而不是在自己的住处 低声嚷道 别这样 虽说小夫妻二人这么做是很正常的事 说明夫妻间关系亲密 可那毕竟是在夫妻二人的房间里 那是属于夫妻二人私人的天地 可是 现在这地方 却是没能把场合给分清楚了 功泽宇不但没有放手 反倒是增加了一些力度 将骆迁勋禁锢在自己的手中 同时 用鼻子在骆迁勋的脖梗间绣着 带着陶醉的神色说道 好香啊 过了一会儿又说道 娘子不用怕 我俩这可是在包厢里呢 不会有人看见的 再者说 即使有人看见 那也没关系的 闺房之中 那可是比这还亲热得多呢 娘子 用不着害羞的 只要看见骆迁勋那羞答答的神态 他就有着很是特别质感 好像有一只软软的手在心里挠着 痒痒的 酥酥的 而这时 当勋尔在怀里扭动时 那身体的接触 又使得他好像产生了化学反应一样 听得功泽宇如是一说 骆迁勋反倒是更加害羞了 你可是越来越坏了 好了 快松手 等一会儿便有人来了 公泽宇的脸上 浮现出招牌的邪魅的笑 说道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啊 娘子 听说过这话吧 这时 门外传来脚步声 随即便听见了敲门声 原来是小二送饭菜来了 骆迁勋赶紧坐在宇的对面 那白嫩的脸上 泛着红韵的光泽 美眸直朝公泽宇眨着 意思是 怎么样 你这不是松了手吗 带小二离开后 骆迁勋拿起筷子 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确实把公泽宇给晾在了一边 勋儿 你怎么能只顾自己 不顾为夫了呢 你这么做 可是让为夫很伤心的哦 公泽宇说道 装出很伤心的神情 其实 他看见骆迁勋两边腮帮子骨秃着 觉得他很可爱 听得公泽宇这么一说 骆迁勋这才抬起头来 看了看公泽宇像红小孩一样的说道 哦 乖 别伤心了 我这就为你吃啊 把嘴张开 公泽宇倒是很配合 还真像个乖娃娃一样 把嘴巴张得大大的 等着骆迁勋来喂他 骆迁勋夹了一把菜 全部塞进了公泽宇的大嘴里 这倒是公泽宇没有料想到的 当他赶紧把嘴闭上时 那菜已经全部进了嘴里 这一下子可是把他给噎着了 公泽宇便带着演戏的成分 将这噎着的情形 很是夸张地表演出来 只见他眼睛鼓得大大的 圆圆的 脖子也伸得长长的 看起来像一只被捏的脖子 提起来的鹅 那脸也憋得通红通红的 同时以一种似乎要窒息的声调 说道 快给我拍后背 骆迁勋一见 虽然觉得他有些装 可也怕他万一噎入了 于是急忙跳江过去 将那柔柔的小手 在公泽宇的后背上捂弄着 同时脸上带着 焦急的神情问道 好些了没有 好些了没有 过了一会儿 公泽宇觉得不能再装了 再装可就露馅了 于是他打了一个嗝 尝出了一口气 说道 谢谢娘子 这下没事了 骆迁勋用带着 字子的口吻说道 这都怪我不该跟你开玩笑 看把你都噎成那个样子了 能得到娘子这般的关爱 多噎几回都没关系的 公泽宇脸上 带着满足的神色说道 以后我可不会这么做了 你要真的噎着了 人家可心疼着呢 骆迁勋白了公泽宇一眼 随即低下了头 一副心疼的模样 公泽宇一见 却是不忍心了 他为了不让娘子难过 便道出了真相 娘子 你也太小看为夫了 这点菜 怎么能掖住为夫呢 你就别宽我的心了 你刚才那样 只差没有把我给吓死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这么喂你了 骆迁勋仍低声说道 好像他对自己刚才的做法始终不肯原谅似的 娘子 为夫说的是真的 其实刚才为夫并没有噎着 只是 有点点呛着 别指那么一点点 为夫那么做 只是为了逗逗你的 公泽宇一见 骆迁勋不相信 直到把情况向他做详细的汇报 好啊 你竟然敢骗我 我现在要好好的惩罚你 叫你以后还敢不敢骗我了 骆迁勋突然变成了另一副神态 飞捂着粉拳 张牙舞爪的 向公泽宇扑了过来 公泽宇这时 方才醒悟过来 原来 勋儿是在套自己的画 这可真是自作自受了 于是 他用双手捂住自己的头 做出一副可怜兮兮的神态嚷道 哎呦 娘子饶命 娘子饶命啊 这下知道叫饶命了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呢 骆迁勋装出不依不饶的神情 那粉拳像拍仰一样 拍打在公泽宇的身上 公泽宇反手抱住骆迁勋 突然严肃起来 眼中的深情浓到化不开 娘子 如此甚好 嗯 骆迁勋瞬间领会公泽宇的意思 一路走来 如今的幸福和快乐是如此不易 当下这简单 平凡的岁月是多么的宝贵 骆迁勋被公泽宇温柔地拥在怀里 许你一事安好 唯愿永不分离